有一个金主爸爸是多么的幸福 只是为了给高中毕业的同学买礼物 他竟然一个月足足花掉了99万 但就是这样一个被宠上天的小公主 却一次又一次的离家出走 女孩名叫满满 父亲为了不让他成为一个只会花钱玩乐的富二代 让他去一所普通的大学历练 可不满父亲安排的他 却想起用这样的方式让父亲改变主意 然而就在这个雨夜 当他再一次逃跑 让他万万没想到的是 眼前的这个救世主 却成了影响他一生的那个男人 喂 那个服务生 帮我藏起来 这些钱都被雨中的男人纹身看去 可不了奔跑中的满满突然脚底一滑 进一步小心地撞了个满怀 满满刚要抬头看去的瞬间 却又不好意思地低下了头 男人见状连忙将他拉进了一个房间 轻声地问道 遇到坏人了吗 需要我报警吗 满满却说不用了 是我爸爸的人在找我 我想再躲一会儿 让他更着急 可在这个指纹齐声却不见其人的房间中 满满对耳边的这个声音 早已充满了好奇 没过多久 房间便充满了阵阵的恶臭味 让满满没想到的是 这竟是一间垃圾房 实在男人的 他要求男人为他换一个地方 只见男人找来了一个空垃圾桶 做出了公顷的手势说着 请上车 满满就那样有些不理解看着他 可为了掩人耳目 眼下也只好这样了 男人在垃圾桶里铺上了干净的纸板后 满满跳了进去 可就当这一瞬间 微微的灯光照射在了男人的脸上 当他第一次看清这张脸时 满满竟没想到他长得这么好看 然而不料这时 只听框的一声 垃圾桶被男人狠狠地扣上 这一举动竟然满满刚刚的一切美好 瞬间破裂 就这样男人推着满满在众人的眼皮底下 偷偷地溜了过去 不知过了多久 满满感觉停了下来 随着关门的声音响起 满满瞬间在垃圾桶中窜出 谨慎地问道 这是哪里 此时的满满感到一丝危险 正在慢慢地向他靠近 直到男人开口说话 这么多钱 大小姐想在这里过夜都可以 满满此时一脸问号 只见这时男人突然间将包猛地向后扔去 一种不好的画面瞬间充斥了满满的脑中 他下意识地回头看去 垃圾桶也正好将出去的门挡住 正当满满准备按下手机上的紧急呼救时 可不料却被男人一把抢了下来 嘴里却在说 这么快就想回去了 再躲一会儿吧 满满顿时一惊 害怕地搓着小手说道 那你想怎么样 钱都给你了 手势都给你吧 我要回去了 话音刚落 只听咚的一声 男人瞬间将双手撑在了满满身后的门上 那突如其来的压迫感 让满满浑身颤抖 不如干脆把你绑架了 要求赎金怎么样 满满哭了 就连刚要喊出的那句救命 也瞬间被男人堵住了 你大声叫 坏人会杀你灭口的 附加千金雨夜偶遇花美男 不料却要被灭口 满满这次彻底失去了理智 崩溃边缘内欲哭无泪的情绪一涌而上 那我要怎么做你才能放我 男人慢慢的靠近 没想到只是轻轻说了一句 不要离家出走了 躲够了的话 我们去把垃圾捅还了吧 这时的满满终于松了口气 没想到他故意吓唬我 就是好心劝我回家的 男人就那样的推着满满 满满也就这样舒服的坐在里面 仰的头说着 我也不是那么傻会真的离家出走 这只是对付我父亲的策略 他要求我去读普通的大学 就是那种只要成绩好 谁都能上的大学 我才不要 所以故意吓唬他 逼他让步 听到这 男人不由的低下了头 心里却暗自悲伤 这或许就是我等凡人 无法理解的烦恼吧 满满好奇的问道 你有什么烦恼吗 缺钱 那你送我回去 爸爸会奖励你的 不用了 你刚才给的已经足够了 我不要额外的钱 听到这 不知世间疾苦的小公主 若有所思的看了看男人 难道世上真有这种 够用就好的人吗 明明住的环境那么糟糕 改善下也好啊 两个人的相遇 然而在男人的一句 谢谢你 满满可怜无助的 再一次向父亲求起了情 爸爸 我真的不想上普通大学吗 可爸爸这次的态度 却很坚决 但不忍心女儿 一直这样伤心下去的爸爸 却跟满满谈起了条件 在普通大学里 你要和其他人一样 好好生活 认真读书 如果你考试都是优良 也不暴露身份的话 可以在假期回家完 毕业后才可以继承家业 回来过大小姐的生活 这时的满满完全插不上话 可正当他刚要说些什么 爸爸却一把的将他抱住 你需要我给生活费 所以会听我的话吧 下一秒 爸爸又下意识闪躲的说着 好臭啊 你去哪里了 这时的满满突然想起了那个男人 而此时的他却偷偷的 躲在角落里打起了电话 来医生 麻烦您给我妈妈 尽快安排手术 前我接到了 遇到了一位好心的仙女 然而这位仙女回到家后 和父母也为此签了一份保证书 第二天满满退下了 那身华丽的衣服 医生便装来到了学校 这时校长迎面走来 恭维的上前跟满满打起了招 这是你爸爸捐赠的宿舍楼 以后你就住这里了 满满看着那华丽的宿舍楼 心里却在暗自窃喜 是我喜欢的样子 看来老狐狸还是爱我的 这时校长打断地说道 今天是开学典礼 我们一起去礼堂吧 紧张的满满竟然没想到进了会堂 竟受到了特殊的待遇 跟校长坐在了第一排 这顿时引起后面同学的一阵议论 校长致辞过后 到了新生代表发言的时刻 那个男人突然出现在了台上 可以给同学买礼物 花费近百万的千金大小姐 没想到上大学的第一天 竟然遭到了室友的嫌弃 她不但不会用洗衣机 就连小内内需要用手洗 都不知如何下手 多亏好心的学姐西西告诉她 不会的可以自己找视频学 并借给她内衣洗衣 让她去那边的洗手台洗 新洗的满满连忙道歉 可不料西西学姐前脚刚走 她却又不耐烦地嘀咕了起来 真麻烦 穿过的就扔了呗 还得洗 然而并不想成为 同学眼中一类的满满 终究还是将小内内洗成了这样 上面依稀可见的泡泡 让小编也是一脸愁容 就这样满满稀里糊涂地 度过了大学的第一夜 然而第二天 满满通过导航 找到公共课教室时 不料又一次与小叶撞了个正着 回想起昨天在开学典礼上的一幕 尴尬的满满不自主地躲向了角落 因为爸爸不准她在学校暴露身份 小叶又知道自己是谁 万一她将这件事告诉同学 那我与爸爸的保证书不就失效了吗 正当满满思考收买还是威胁他时 小叶早已消失在了人海中 一方面满满不想让小叶发现 可另一方面他又怀恨期 小叶没有记清楚自己的样子 那种忐忑的情绪 让满满去教室的路上左右为难 刚刚坐在座位上 一直注视着小叶的满满突然发现 身后的同学正在找他借用笔记 就在小叶转头的瞬间 只听东的一声 满满不见了踪影 早知满满存在的小叶 听见声音后无奈的感叹 这么大声一定很痛实 满满却捂着头躲在了桌下 一旁的同学见状 好心的上前对他关心了起来 可当满满在一次坐回座位时 那名同学竟然露出了一抹诡异的笑 眼神也瞬间瞥向了满满的全身 腰带一万两千 包十五万 裤子衣服加起来也有一万五千 一看就是个人傻钱多又好骗的女孩 果不其然 那名同学开始接近起了满满 对他打起了主意 随着一阵下课铃声响起 便朝着教室的门口跑去 他这种无意只是为了躲避小叶的做法 不但没让那名同学苦恼 反而那个笑容再一次挂在了他的脸上 这时的小叶刚好从前排走了过来 眼神无意间瞥向那名同学的手机时 不料被忘录上面中出现的文字 让小叶顿时心中意紧 附加千金上学的第一天 竟被渣男打起了主意 他看着满满一身的名牌 竟然有了大学四年不愁吃喝的幻想 而浑然不知危险正在一点点靠近的满满 此时早已跑出了教室 偶遇是否将这件事告诉他时 他却心大地在操场上悠闲地跑起了步 并且还因偶遇学姐洗洗和男朋友在小树林亲亲 心里修成了花 学姐见到满满便追了上来 可不料满满却甘大的问起刚刚的那一幕 此时的学姐满脸羞红 满满却一再追问 实在忍不了的学姐却突然加起了素 这让满满一脸茫然 而此时的小叶却因一直找不到他人 端着脸盆来到了浴室洗澡 然而当他穿过人群的瞬间 或许是他的美貌折服了众人 纷纷觉得这个世界有些许的不公平 可不料小叶刚打开水龙头 身后却传来了一个熟悉的声音 小叶回头望去 不出所料 果然是学生会会长 他想要招小叶入会 但小叶却因家中的琐事一再推脱 可就当会长说出了那句 小叶最不想听到的话时 小叶自卑的心里再一次将他吞噬 他低下了头 会长却仍在强调 加入学生会就可以申请奖学金的话 小叶突然脸上一冷 不懈地回应起了他 我不加入学生会也能拿到最高奖学金 所以可以让我洗完澡吗 话音刚落 小叶便转了过去 可身后的会长却迟迟未走 似乎在想着什么对策 然而下一秒 只见他瞬间睁大了眼睛 便用手指指向了小叶背上的一颗痣 这一举动 瞬间戳到了小叶的逆鳞 小叶猛地转身 一把便抓住了会长的手臂 凌冽眼神中 似乎透露起了一抹杀气 恶狠狠地说道 我说过了 不要碰 但这种情况已然不是从前了 淡淡说了声抱歉 小叶便走出了浴室 路上小叶想起了家中生病的妈妈 便打了一通电话 并把帮助他们的那位大小姐 也在这个学校的事 告诉了妈妈 妈妈告诉她滴水之恩 定要涌全相报 互到了晚安 小叶有些失落地挂了电话 然而就在这时 满满和嬉嬉学姐跑着步恰巧经过 可当满满看到小叶的瞬间 她竟然突然转身 朝着相反的方向跑了回去 这一举动 竟然一旁的两人瞬间大住 可满满没走多远 不料那个渣男的出现 挡在了满满的面前 见状 小叶灵机一动 再次拿出了手机 这次她却给会长发了一条语音 堂堂一个附加千金 只因在学校被同学指认出自己的身份 违背了她与父亲的承诺 竟被关在地牢足足长达六十年 一想到这个画面 满满不由地惊出一身冷汗 可刚刚小叶明明撒谎骗了会长说 她的女朋友遭到了骚扰 才让我在那个渣男面前拖了险 为什么她偏偏敢做却不敢认 见我安全 而又消失不见了呢 此时那种复杂情绪充斥在了满满脑中 这让本不知世间疾苦的她辗转反侧 久久难以入眠 可思前想后 她还是做出了那个决定 既然迟早有一天会面对 那倒不如明天跟小叶把话都说清楚吧 说服自己的满满 勇敢地将心中的那块石头击落 终于可以睡个好觉的她 不料猛地转身 竟然头铁地撞在了墙上 睡惯大床的小公主 此时怀念起了家里那舒服的床垫 于是第二天 为了改善自己睡眠的满满 兴冲冲地来到了商场 当她再一次躺在那个和家里一样的床垫上时 那种熟悉的幸福感顿时一涌而上 可不料下一秒 服务员说起她要定的一米宽床垫 需要两个月才能送到的那一刻 满满的公主病又犯了 血洗商场后 心情好一点的满满拎着一堆东西走不出去 这时另一个问题又来了 以往都是司机车接车送她 如今却只能自己打车回去了 她站在街边等了好久 可让她没想到的是 经过的每一辆车都只能在她的身边一闪而过 竟没有一辆片刻停留 没有经历过这些的满满一脸雾水 这时她想到了打车软件 然而就在满满拿出手机时 身后一只偌大的独角兽 正一点点的向她靠近 藏在里面的那个让她想要面对又不敢面对的人 又一次离她那么近 当你梦想中的骑士出现在了你的身边 而你竟浑然不知 这副躯壳背后的那个男人 就是随时可以毁掉你一生的她 你会用什么方式去面对呢 满满从商场出来站在路边等车 一只独角兽近一点点的向她靠近 起初满满只是以为她是给自己发传单的 可没想到 她竟好心的告诉起了自己怎么用打车软件 可生怕满满认出自己却一直不敢发声的她 想起了用手机打字的方式与满满沟通 不料那笨重的衣服 竟让她刚刚拿出的手机突然脱手摔了个粉碎 沮丧的独角兽默默的转身离去 满满却不忍摔碎了她的手机 悄悄地跟在了身后 可就在这个狭小的角落里 当独角兽慢慢地退去了她的外壳 露出了自己容颜的瞬间 满满竟诧异地睁大了眼睛 她不敢相信这或许就是缘分 眼前的独角兽竟然会是小叶 就在满满惊慌失措时 早就发现满满的小叶突然转头说道 你要看到什么时候 在学校里不是躲着我吗 这时的满满才猛然间意识到 她其实早就认出了自己 无奈的满满最终还是选择 勇敢地站在了小叶的面前 你是什么时候认出我的 开学典礼你滑下椅子的时候 小叶的话音刚落 再次陷入肝大的满满猛地 把头转了过去 没想到自己为了躲 她却躲成了一个笨蛋 下一秒她又装作可怜无助地 说起了自己心事 爸爸不让我在学校里暴露身份 所以才故意躲着你的 你会替我保密吧 知道原因的小叶 很快便答应了她的请求 这让满满很是意外 但为了表示诚意 满满却要加小叶的微信 付给她保密费 可让满满没想到的是 小叶竟然无情地拒绝了 满满仍旧不依不饶地说道 爸爸说过 要别人帮忙 一定要付出酬劳才行 听到这 不由地让小叶脸上一冷 那是他的规则 我不遵守 见小叶说出了这样的话 满满顿时一惊 虽然说得很有道理 但语气真的很差 那刚才你手机摔坏了 我赔你手机前 加个微信吧 这时两人同时陷入了自己的小心思 直到小叶开口说道 刚才你选错了地址 第二个才是我们的学校 满满才突然地恍然大悟 刚刚摔碎了手机 难道就是要告诉我这件事吗 看着小叶准备离去 还没加到微信的满满 彻底不淡定了起来 不行 我要陪你手机 话音刚落 无奈的小叶停下了脚步 面对自己的这个傻仙女 他淡淡地说了一句 只加微信就行 钱就算了 大家是同学 以后有需要帮助的时候 可以随时找我 此时的满满 才终于露出了满意的神情 可不料小叶的下一句话 又让满满失落得无所适从 我们再在学校里遇见 还是装作不认识吧 被人抓住把柄 就连堂堂的附加千金 也要低下卑微的头 能做到这一点的劲 还是一个普通的服务员 两人交涉中 虽说在满满的一再恳求下 小叶还是答应了 不将自己的身份公之于众 但仍美心善的他 终究逃不过自己内心对他的亏欠 于是在回去的路上 他终于做了一个 让所有人震惊的决定 以另一种方式来报答 他希望可以护他周全的这个男人 就在满满与小叶 再次相遇的这个夜晚 他本以为的美好 没成想却成了 他与闺蜜反目成仇的惨烈一幕 喂 新来的 有客人到了 领班的话音刚落 兴奋的小叶连忙 换上工作服来到了包厢 当他推开门的那一刻 小叶矗立在了原地 出现的这张脸 竟会是他最不想见到的那个人 直到小叶在满满的口中得知 今晚除了他剩下的 都不是学校的人 这时的小叶才松了口气 但他还是选择放下了 店里的小礼物 敷衍的一笑 说了一句 祝你们玩得开心 迅速地转身离去 一脸不解的满满连忙 上前挡在了小叶的身前 我就是来为你花钱的 其他人我不认识 你能不能不走 小叶看着满满人出无害的脸 虽然这是个意外的惊喜 但小叶还是将原因告诉了他 我在这里打工隐瞒了身份 我们作为学生 是不能出现在这里的 所以我们要假装不认识 这不由得让这个 不懂世间疾苦的小公主 顿时有些不解 在学校我们就假装不认识 为什么在这里还是不行 而且今晚我只能上到十点 因为明早有课 我要赶末班车回宿舍睡觉 如果你能答应我的这些要求 那我可以为你服务 然而就在之时 只听喷的一声 房门突然被人撞开 见是闺蜜 满满露出了久违的笑容 简单寒暄过后 一切终于步入了正轨 而就在满满准备唱第一首歌时 不料闺蜜两人 却在一旁嘲笑起了她 当台上的满满续着力 闺蜜又纷纷浑身颤抖了起来 然而随着一声怒吼 这不仅让闺蜜阵龙发聩 就连一旁浑然不知满满实力的小叶 也为之感叹 大小姐都不上音乐课的吗 震惊过后满满继续唱着歌 闺蜜这时却对小叶打起了主意 感到不妙的满满眼神 从未在小叶的身上离开 直到事情愈演愈烈的打起了赌 我们来赌这个帅哥是取下面罩好看 还是戴着好看时 以前察觉不到服务生并不愿意陪他们玩这种游戏的满满 这时忽然发觉了小叶的无奈 可就当小叶准备取下那张面罩的瞬间 闺蜜却更加过分的将手搭在了小叶的脸上 挑逗的说道让我来 下一秒 忽然被人抓住 瞬间在小叶的脸上剥离 不要碰她 附加千金午夜买醉KTV 竟与闺蜜发生了口角 只见她用魔法 将眼前的这个服务生摇身一变成了绝世花美男 这不由得让身边见过世面的闺蜜都垂帘三尺无法自拔 纷纷地争强了起来 可无奈眼前的这个小公主她们惹不起 争吵过后还是选择了妥协 只好再叫来了两名服务生与其同乐 听到这 一旁的小叶也如是重负地露出了久违的笑容 连忙说了一声好便转身走向了前台 安排好了一切 小叶便让另外两人先去照顾她们 自己却独自来到了洗手间 安静地躲在了角落 给卧床不起的妈妈发了一条晚安短信 经过一晚上的折腾 或许只有这一刻的她才是最放松的吧 可就当小叶再次回到包房 眼前出现了一幕 竟让她那刚刚放松的心又一次地揪了起来 豪迈的小公主竟然只醉精迷了 看着眼前摇摇晃晃的满满 心疼的小叶便毫不犹豫地一把 将满满手中的酒杯抢了下来隐而下 然而就在这时 满满的手突然在小叶的身边滑落 整个人竟不受控制地向后倒过去 早已来不及放下酒杯的小叶 连忙上前一把将其抱住 满满就这样安稳地睡了下去 闺蜜健壮 也只好无奈提前结束了今天的局 打算先送满满回学校 便让小叶抱着满满送到自己男友的车中 可正当小叶来到门前 看着眼前的豪车和帅似演员的闺蜜男友 又生怕这样隆重地回到学校 必定会引起骚动让满满的身份暴露 于是她便做出了一个重要的决定 可不料 小叶刚要上前说些什么 满满却在此时突然拉了一下她 这一举动更让小叶的决定有了信心 抱着满满走到车前说道 各位 我刚好到点下班了 需要的话 可以和你们一起送这位女士回家 反正顺路 可没想到 上了车的小叶却被闺蜜威胁不要动手动脚 小叶尴尬地将双手举高高 然而就在这时 满满的手似乎在小叶的身上摸索着什么 就在小叶怀疑之时 不料满满经意外拔掉了怕闸到小叶的鸡脚 这时的小叶才猛然间发现 她被骗了 这个小公主竟然是醒着的 堂堂一个富家千金原来也有烦恼 回到学校要用其他衣服挡住自己那条昂贵的裙子不说 就连闺蜜送自己回来 也只能送到千里之外 这一切 却只因她与父亲的约定可以持续下去 在学校不暴露自己的真实身份 然而眼下 也只好让看着朴素的小叶送自己回去了 但当两个人走在那条熟悉的路上 却让无话可说的他们再一次的陌生了起来 一路上的无声让两人纷纷打起了哈欠 这时满满的一只高跟鞋却突然掉在了地上 身后的小叶连忙将气捡起 递到了满满的面前 两个人终于停下了彼此的脚步 安静的说会话 故意掉的吗 没想到满满却没有否定 这样就算两个人不认识 也可以说话了吧 下一秒 满满却突然低下了自己的头 跟小叶道起了歉 我想为今天朋友们说的那些话做的那些事 向你道歉 这些又不是你做的 道什么歉了 而且那些也没什么的 在那种地方打工 就要有面对那些的觉悟 小叶的话音刚落 不由得让这个不知时间疾苦的小公主顿时一惊 这对这位大小姐而言 确实很难理解 这时的小叶突然想起了刚刚在KTV发生的一幕 便随口问她 你知道自己喝多了会突然就醉倒睡着吗 这时的满满突然堵住了小嘴 便坦诚的承认了自己那是装的 为了从聚会中逃走 早就练成的演技而已 听到这 小叶似乎看到了似曾相识的一幕 那今天为什么要装啊 因为已经过了十点 我们说好的吗 你看 我们回来得早 教学楼都还亮着呢 那你叫我一起走是为了载我一程吗 嗯 这时的小叶才猛然间发现 原来满满不是让自己帮她 而是想帮自己的 一句话谢谢便在小叶口中淡淡的说了出来 第一次听见有人跟她说这两个字的满满有点意外 缓过神后 便笑着说道 不用谢 就这样两个人散着步 便朝着寝室的方向走了过去 可不料这时 身后却突然传来了一个熟悉的声音 看到是学姐和会长的瞬间 满满却有了一种不祥的预感 堂堂一个附加千金只因吃不惯学校的饭菜 爸爸就为她在校外专门开了一家饭店 还特意提高菜单的价格导致无人光顾 于是这里 便顺理成章地成为了这位小公主的专属食堂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普通人都不敢消费的店 却成了满满与小叶萌生爱意的开端 昨晚小叶送满满回寝室的路上 无意间却被会长和学姐撞了个正着 担心自己身份被曝光的满满正为之苦恼时 不料手机却突然亮起 打开一看 没想到竟是小叶的信息 上次拿走了你的包要还你 咱们约个校外的地方见面吧 起初满满还在怀疑是什么包 直到她突然想起了那个雨夜发生的一切 才让她恍然大悟 然而没过多久 这个小公主竟把一切泡在了脑后 欣喜若狂地走出了卫生间 但这个早已沉浸在其中的小公主 却没有发现此时她的身边 正多出了一个一直怀疑她的学姐 中午 小叶按照地址找到了这家店 看着四周杳无人烟的一幕 无意不让小叶为之感叹这家店之隐秘 就在她前脚刚踏入店内 不料此时的门外却突然出现了两道熟悉的身影 两人看着这华丽的店面 却又无奈地停下了那继续跟踪的脚步 小叶走进店内 将那个包地到了满满的面前 为了表示感谢 满满邀请小叶一同吃饭 小叶看着这里华丽的装修 又想了想自己那并不鼓起的小兜 便委婉地拒绝了 但为了有人能陪自己吃饭的满满 却想到了让小叶教自己用饭卡的借口一再挽留 不料这个谎言竟瞬间被小叶识破 你只是不去学校食堂吃饭而已 去一次就会了 看小叶态度坚定 满满最终用出了她的杀手锏 呆萌可爱地拖着下巴 满眼期待地就那样看着眼前的这个男人 不出所料 小叶终归未能抵挡此时满满那滴出水的柔情 咬着牙坐在了满满的对面 可当小叶拿过那都是天文数字的菜单时 便尴尬地问起满满 你经常在这里吃饭哪个最好吃 这时的满满却毫无察觉小叶的无奈 随口说道 都好吃 套餐艺里有我最喜欢的芝士酱牛肉和烤菜就最常点它 还有这个饮料也是我从小就最喜欢喝的 听到这 小叶终于印证了自己的那个猜测 这家店是你的食堂吧 满满不敢相信的良酒未能作声 装修是新的 吃饭时间却没有其他客人 菜单上还都是你喜欢的菜 是你父亲为你在这里开的吧 有钱真好 小叶的话音刚落 此时的满满看着眼前这个有些自卑的男人 心里却有了一种说不出的酸楚 表情有些凝重的他 便问了小叶一个这样的问题 你讨厌有钱人吗 没想到小叶的这个回答 却让满满心中泛起了粉红色的波澜 我只认识你一个有钱人 你是问我讨厌你吗 不讨厌 你讨厌过高高在上的有钱人吗 他们看不起普通人 甚至还把我们当作茶余饭后的谈资 因为他那一次又一次天真的笑容 是小叶未曾感受过的亲切 似乎让他本就自卑的内心 这一刻突然被照亮了 或许这就是彼此心动的感觉吧 就连此刻吃着东西的小叶 在满满的眼中也是如此的迷人 这不由的让他突然有点懂了古代帝王的那种心情 然而下一秒 他竟然不经意的拿起了水杯 又将自己刚刚的尴尬掩饰了起来 此刻当爱情来临的瞬间 我想他们一定不会让他就这样悄无声息的流失吧 吃过饭 小叶为了报答满满这顿丰盛的午餐 便主动邀请他一起吃晚饭 由于自己是个普通人 对于这样的高档餐厅小叶是无力消费 便想起了吃饭时满满说过让自己教他使用饭卡的事 于是他把地点定在了食堂 约好了时间 两个人商量着分开出去 因为这样才不会被人发现从而暴露了满满的身份 可不料此时事先出门的小叶竟浑然不知 正在被角落吃着披萨的会长和学姐默默的注视着一切 然而就当满满放下一切准时的等在食堂门口时 不料小叶却迟迟未见踪影 这不由得让他的心情瞬间低落了起来 看着那人朝涌动的笑道 他太害怕被熟人认出来了 于是正当他想要逃离 身后却传来了一个熟悉的声音 小叶拎着一包东西递到了满满的面前 此时的满满惊喜中又带着好奇 未等满满说些什么 小叶却连忙说道 你运气真好 今天有两道最好吃的菜 快拿回宿舍吧 凉了就不好吃了 听出小叶意思的满满瞬间错了 不是一起在里面吃教我用饭卡的吗 怎么又让我一个人吃呢 小叶看着沮丧的满满解释说道 同学们看见我们一起吃饭会很奇怪吧 你先试试学校的饭菜 再决定要不要用饭卡 对了 你可能没餐具 我给你拿了一次信筷子 这一刻 满满有了某种想哭的心情 我请你吃饭的时候 有喝的还有地方做 他的话音未落 听到这个小叶 瞬间在兜里拿出了一瓶饮料 递到了满满的面前 抱歉 这个忘记给你了 这时实在无法忍受 眼前这个直男的满满 顿时发起了标 请吃饭 是一起吃饭 是一起了 笨蛋 喊出来时他却痛快了 可不料却引起了众人的围观 见状小叶连忙领起了打包的饭菜 告诉满满跟自己来 去我的专属餐厅 然而就当满满看见眼前的一幕 瞬间让满满气到了爆炸 这是文字的专属餐厅吗 你带我来试给他们加餐的吗 堂堂一个附加千金 为了能与一个服务生经常见面 每天都来包下他所有的上班时间 而冷漠的服务生只是正常的接待 可这一晚 大小姐却突然要起了特殊服务 可不料服务生转身就要辞职 大小姐见状 连忙笑着说道 我只是要你陪我做作业的 小叶听到这才终于松了口气 真不明白这个大小姐哪句是真哪句是假 可当小叶接过满满笔记的瞬间 却突然发现 这个大小姐本应该下周就要交的作业 却只自威胁 此时被发现的满满 却自闭地躲在了角落 小叶见状也只好无奈地答应了她的请求 为了能更好地为她服务 小叶礼貌性地问道 我可以取下面罩吗 而此时的满满静一脸无所谓地回应着 随便你 脱掉衣服都可以 可不料 却发现小叶只是摘掉了手套的满满 此时又有些失望地转过了头 低声地说了一句小气 然而就当小叶把自己的笔记传给了满满时 看着那密密麻麻比老师记得都要多的笔记 满满顿时一惊 这让她没想到 每天晚上都要来这种地方上班的小叶 竟还是个学霸 于是突然萌生了想要请小叶当自己家教的想法 这样不但可以避免小叶这样经常被人骚扰的工作 同时还能完成爸爸教给自己 除了不能让自己暴露身份以外 还对他的成绩也是有要求的任务 听到这 小叶有些意外 本以为有钱人家的孩子 上个普通大学只是走个过场的 满满静会如此的认真 可犹豫再三 小叶还是委婉地拒绝了 尴尬地转身走出了包间 嘴里却在说着 我去拿些饮料进来 这么久没出去 心里会怀疑我们在做什么的 小叶的话音刚落 满满顿时羞红了小脸 小声却又不好意思地呢喃着 只是做作业了 还能做什么 小叶知道了 对方并不是什么都不懂 费用一共是3798元 花满满 想要再加上2000元的小费 小叶表示了感谢 这让她觉得很奇怪 因为对方不想要自己陪她手机 却收下了小费 这样的标准显得很奇怪 屏幕显示交易失败 小叶告诉她之后 让她再扫一次 她答应了 但是再扫一次之后 还是失败了 她开始嘀咕 自己关联的卡 明明没有上线 小叶转过身去 让她不要说这种话 以免被坏人听到 但是她却觉得 这里明明只有他们两个人 她开始查看自己的银行卡 然后就发现了 自己的账号已经被注销了 而且 她的账户余额为零 小叶奇怪发生了什么 她解释卡出了一点问题 赶紧问金满堂 这是怎么回事 小叶就出去外面等待了 还让她有问题 就叫自己 花满满觉得钱的事 她帮不了自己 路过的鹤发男 询问小叶是不是下班了 她表示是的 对方感叹她长得帅就是好 现在已经被别人包养了 她开始思考 花满满和金满堂之间的约定 她觉得 除了不能暴露身份 和要好好学习之外 还有这个第三点 花满满得知 这一切都是金满堂干的之后 很惊讶 金满堂表示 她开学两周 花了三十万零七元 她解释了 自己买了床垫 并且还辩解自己平时只花了八万 强调了 金满堂没有规定她花钱的数额 对方却表示 饭卡里面还有钱 她不会饿肚子 让她这个月乖乖待在学校里面 她意识到了 对方下个月才会给自己钱 然后金满堂又问起了 她是怎么发现没钱了的 觉得她这么晚了 还在外面玩 她赶紧撒谎 自己在宿舍玩手机 而且马上就要睡觉了 金满堂一下子就拆穿了她的谎言 她让对方放心 自己是不会让她有危险的 晚安之后就挂断了电话 金满堂要求身边的人 都不允许告诉她 花完了一年的额度 被答应了 她又强调 不能给花满满钱 而且还一定要很心下来 秘书感叹 是金满堂自己宠着花满满 觉得她这次惨了 花满满开始思考自己 现在应该怎么办 她不想找蒂娜借 因为这样 她会更加讨厌小燕 突然间她看到了 自己身上昂贵的穿搭 她撒谎 自己没找到爸爸 想要用身上的东西付钱 小燕推开了她的东西 表示自己可以借她 这个让花满满觉得非常吃惊 但是她不想借她的钱 对方拿走了她的一个手环 想要做抵押 她表示 那个只要八千块 想要把五万块的包给她 日薪二百五十的她 有点不想借了 她表示自己写清楚了 是借款 让她有钱了 就还给自己 花满满告诉她 刚刚其实金满堂接电话了 而且 她这个月的额度 已经用完了 她要等到下个月才能还钱 对方表示 要是下个月还不了 就卖掉她的包 她坚定地表示了同意 交易成功之后 她十分地感激 小燕邀请她一起回学校 并且表示 可以请她 毕竟不这样的话 她就没办法回去了 花满满答应了 小燕接过公交卡 她告诉花满满卡里的三十块钱可以做几趟 并且让她去学生处申请打折 她很感激 看着自己的交通卡 她很开心 小燕给她介绍了近站的地方 放上去卡之后 门就会打开 她表示 她会 因为之前在电视上面看过 进去之后 小燕拿走了她的卡 她很奇怪 对方表示 她这样会把卡弄丢 所以 想要帮她保管卡 花满满觉得 她又不是自己的助理 不应该帮自己拿着卡 而且 看到她把卡塞到了自己的口袋里面 小燕停下来 她想知道 对方是不是需要一个生活助理 来帮她适应大学的生活 花满满表示 是她的话就需要 并且心里很奇怪 毕竟她刚拒绝了做一个老师的请求 结果 现在又毛遂自荐 她提出了三千元的月薪 花满满嘴上答应了 但是 心里却想要给她更多一点 她本来还在担心 接下来的日子怎么过 现在就安心了 这个时候 车子来了 小燕让她拉着自己的书包袋 然后带着她上车 她觉得这跟想象中的不一样 想象中 两个人是互相挽着的 她不允许小燕叫她boss 她答应了 用身体 帮花满满挡着身后的人 她觉得 这样似乎也不错 然后就被提醒 抓住栏杆 因为地铁会摇晃 她偷笑着答应了 然后用一个非常别扭的姿势 同时抓着书包和栏杆 这让小燕很奇怪 地铁突然摇晃了一下 小燕的身体 靠在了她的身上 而且 手也放在了她的手上 她立刻拿起了自己的手 然后开始解释 这个时候 地铁人多很紧 她当然知道 她是不小心的 并不需要她解释 她继续讲解 学校站的人很少 花满满 发现她现在 是在害羞 觉得她很可爱 并且抓着她的书包袋 感叹她长得很高 她点起脚尖 还是看不到 只能测过身子 才看得到 这个时候 她突然看到一个红衣男人 想要摸前面的短裙女子 她拉了拉小燕 告诉她 有色狼 小燕回过头 她让身边的人 让开之后 到了红衣男的身边 把短裙女挡在了身后 让红衣男滚 花满满感叹她很帅 闭上眼睛 她梦到金满堂不给她钱了 还把她赶到了普通大学 社友开始讨论洗澡的事情 她意识到 这并不是梦境 而是事实 她拿出了面包和牛奶 那是昨天晚上 小燕给她买的 要她拿来当早餐 她吸溜了一口牛奶之后 觉得很难喝 又吃了一口面包之后 觉得很难吃 于是 只能一边叹气 一边继续吃 室友都很奇怪 她今天怎么了 花满满知道刷卡的时候 就能看到自己银行卡的余额 她刷了一下之后发现 还剩下1981元 她问金满堂 为什么卡里只有2000块 对方却表示 大部分大学生的生活费 就是这些 她不比别人要弱 她则认为自己真的很弱 希望父亲 可以在自己 饿死的时候来救她 金满堂躺在床上表示 她一定能行 还撒谎 自己要开会了 花满满 一边骂她老狐狸 一边开始计算 这个月的花销 她发现 按照食堂的花销 来算的话 自己这个月 应该是足够了 然后就确定自己 可以艰难地过到下个月了 于是 她决定 拿着自己19块的饭盒 去食堂打饭 她把自己的饭盒拍照 发给了小燕 希望得到她的夸奖 小燕正一边吃饭 一边看书 看到手机屏幕亮起来了 看了之后 她让对方去换一个 因为这种 不能微波炉加热 但是她觉得 这个饭盒好看 而且便宜 对方接着说了 这个饭盒的一系列缺点 她让小燕来帮自己选 对方答应了 并且在五分钟之后出现了 她询问花满满 今天过得怎么样 她表示很好 然后邀请对方 一起去超市 她推荐了一个 又大又好用的 花满满发现 那是她经常用的 她觉得很丑 所以想要下面的那种 小燕同意了 但是她不觉得 自己的饭盒很丑 她又让花满满 买一些筷子和刀叉 并且询问洗碗液 是不是公用的事情 她这才意识到 这是要洗的 小燕询问她 会不会洗碗 她想知道 洗碗和洗衣服之间的区别 对方吐槽 这是一个好问题 两个女生发现了 小燕来逛超市 她答应了一声 花满满以为 他们是朋友 短发女 询问了花满满的身份 小燕把两边的人 互相介绍给了对方 花满满露出了一个 跟她一样的礼貌式的微笑 短发女好奇 他们两个之间的关系 小燕表示 是自己的妈妈 把她托付给了自己 两个女生 都以为是亲戚的关系 她则是笑而不语 花满满觉得 她这是在撒谎 但是实际上都是实话 但是她也觉得 这个理由很不错 以后就可以说是亲戚了 小燕告诉她 饭盒用之前要洗一次 她教她怎么洗 花满满也卷起袖子 她先把饭盒上面的 标签撕下来 然后叫花满满 不要挤太多洗洁精 不然会有很多泡泡 花满满 则因为泡泡两个字 觉得她很可爱 她又强调了 为了洗干净 也不能倒太少 花满满询问 洗衣服的时候 泡泡太多的原因 也是因为洗衣液太多了吗 小燕说是 让她多洗几次 确保泡泡都消失了为止 花满满听她又说了一次泡泡 看着她洗碗的样子 觉得她真的很可爱 这个时候 突然被要求再洗一遍 小燕看着她洗碗的样子 觉得她适应得很快 结果水龙头开得太大了 水直接冲到了她的脸上 小燕拿出了一块洗碗精给她 她立刻擦了起来 拿着自己洗的饭盒 她很感动 小燕让她加油 她要求对方一起去食堂吃饭 但是小燕却表示 自己已经吃过了 不过可以教她怎么用饭卡 她觉得 花满满根本没有因为没钱而感到困扰 她问她中午吃了什么 她也想要吃一样的 对方却表示 现在应该没有多少菜了 不过也没有多少人了 花满满不想吃肥肉 小燕介绍了食堂的分类给她 让她可以自己尝试 周围的人都开始猜测 花满满的身份 并且 有人觉得 小燕还是喜欢女人的 等到她回头 去看的时候 大家都一开了目光 她随便叫了两个菜 然后表示了感谢 食堂的勺子 抖落了很多菜 小燕叮嘱她 要把自己的饭卡保存好 因为饭卡是不记名的 她答应了一声 很不开心菜 只有一点点 食堂阿姨发现 她是小燕的朋友 然后就决定 多给她一点 两个人于是一口同声地道谢 周围的人 都觉得他们两个很亲密 花满满说她来请客 便刷卡付了钱 小燕以为 这是因为她是助理 周围的人都看到了 花满满付钱 觉得他们已经亲密到了 女生管钱的地步了 认为她抢到了小燕 开始讨论 两个人会不会一起去舞会 她立刻询问了 有关舞会的事情 短发女介绍了 国庆舞会和海报 花满满 很快就看到了 超级醒目的舞会海报 她刚想叫一声小燕的时候 对方就拒绝了 她坚定地表示了 自己不会去 花满满很奇怪 为什么对方会这么防备 她表示自己又没有要小燕去 但是很快又询问她 不去的原因 得到了要花钱的答案 她说要请她 但是却被提醒那个 不能刷校园卡 而且 她现在身上没钱 她很无奈 小燕让她快点吃饭 并且觉得 这件事情 她还是少提比较好 因为她发现对方 还是很在意的 众人发现 花满满哭了之后 再一次开始猜测 都知道 她被小燕拒绝了 觉得她很可怜 晚上的时候 花满满不断地思考 怎么赚来两百块 这个时候 忽然有人找她 一个绿发女来 打听她是不是小燕的亲戚 花满满 心中很不满 面上还是问她 有什么事情 对方提起了自己 病弱的朋友 想要她帮忙 花满满却觉得 就是她自己 绿发女表示 那个朋友 想要约小燕去舞会 但是她借口浪费钱 不愿意 花满满强调 确实浪费钱 她不觉得 这是借口 而对方 则愿意帮她承担费用 如果她愿意帮忙 劝劝小燕的话 花满满很不满 对方两百块 就想收买了自己 所以 就让她自己 去跟小燕说 反正都想要一起跳舞了 也没有什么 好说不出口的 女生突然开始咳嗽起来 她表示自己 不好意思说 希望拜托给花满满 她让她回宿舍去说 因为外面风很大 然后又表示 自己要睡觉了 还答应了 帮忙劝劝小燕 反正她本来 也是要这么做的 对方很高兴地 拉住了她 夸奖她是个好人 花满满强调她 不能保证小燕会去 也不能保证 她跟谁跳舞 却在心里感叹 这么可爱的女孩子 也喜欢小燕 然后才想起来 大家都知道 她的突出和优秀 小燕正在打篮球的时候 绿衣男提醒她 亲起来了 然后她就看到了 铁网外面的花满满 她希望 小燕可以陪着她练舞蹈 因为 她问舞蹈系的老师 解来了教室 对方强调了 自己不会去舞会 但是花满满 则表示 她一定要去 所以希望 可以和对方一起练习 还强调 这也是自己大学生活的一部分 心里却打算 先让她进入准备状态 小燕询问她 如果做得不好 还需不需要继续 花满满认为 如果他们配合不了 就可以停下来 她又说 现在自己在打篮球 想要以后再说 但是绿衣男 却让她赶快去 一起打篮球的人 都让花满满以后再来 舞蹈教室里面的老师觉得 小燕的裤子不合适 她就想要 以此为借口逃走 但是对方却拿出了备用的给她 她很不满 花满满强调 石老师是好人 因为对方让他们随便用 她接过了裤子 按照老师的话 前往了更衣室 在更衣室门口 她叫住了花满满 并且强调她会后悔的 然后就非常用力地 关起来了更衣室的门 花满满不知道 她这是什么意思 老师跟其他同学确认了 他们也同意出界教室 然后让他们去别的教室里面练习 但是他们却很想看里面的情况 石老师表示 自己会在走廊尽头的教室里面 被磕到很晚 让他们结束之后去找她 她来锁门 花满满表示了感谢 石老师继续提醒他们 不要做坏事 因为教室里面有监控 她表示他们不会 还觉得老师这么说很刻意 小燕觉得 她跟这个老师很熟 被她否认了 因为他们是借教室的时候才认识的 但是对方 却提起了石老师 对于她的称呼很轻易 她说 满满是谁都可以叫的 她也可以这么叫 并且让她赶快叫 在被叫了满满之后 她立刻答应了一声 小燕问在只有两个人的教室里面 她打算做什么 花满满不知道她想做什么 还提醒她 教室里面有监控 她承认了 自己不会跳舞 而且是很不会的那种 花满满知道了原因 她觉得没有关系 自己可以教她 并且觉得自己可以教会对方 各种各样的舞蹈 而实际上小燕没有告诉她 她连广场舞都根本学不会 花满满知道 这只是一个普通的交际舞会 所以打算从最简单的开始 先把音乐打开了之后 她让小燕一起做热身运动 并且看着小燕的腿感叹 发现她根本压不下去腿之后 让她尽量就可以了 结束了热身运动之后 花满满让小燕拉住她这边的手 但是对方却觉得 应该说清楚 左手还是右手 她没有想到自己拉小燕的手会那么紧张 两个人的手握住了 小燕表示自己看过别人跳 所以知道一点点 花满满靠在她的身上 她用手去揽住对方的腰 却又有些犹豫 在被要求开始了之后 花满满叫到她脚上面的动作 她在心里吐槽 她没有说清楚左脚右脚 然后她就精准地踩到了对方的脚 她赶紧道歉 但是花满满却表示没有什么 毕竟他们才刚刚开始 并且让她的步子小一点 然后就再一次精准地踩脚了 结果很快就接连踩了三次 因为速度加快 或者是因为左右脚上面的错误 花满满最终表示自己错了 她不应该找小燕参加舞会的 对方让她等一下 然后就要去买水 矿泉水滴到了她的面前 小燕为今天的踩脚而道歉 她表示感谢 并且觉得不需要因为这个而道歉 并且调侃了对方不去舞会的原因 然后又提起了很多人 再约小燕一起去 小燕问她有没有人约她 花满满愣住了 她很难受 没有人约自己 她回忆起来 以前自己非常受欢迎 很多男生都希望和自己一起跳舞 并且开始疑惑 自己跟那个时候 有什么样的区别 然后就觉得 那是因为 以前别人知道她的身份 知道她的父亲是金满堂 小燕却检索了大脑之后 提出了不同意见 她觉得 是因为他们以为花满满 早就有约了 这个说法 在花满满眼里 是合情合理的 被对方觉得很傻 她又想到了 小燕依旧被约的原因 应该是大家都觉得自己还有机会 这个让对方后悔 对她的安慰 花满满问 休息结束 以后还要跳吗 小燕说 她是不是还要继续感受疼痛和绝望 她别过脸去吐槽 她是坏人 砰的一下 灯亮了 石老师推门进来 看见他们还在 觉得很惊讶 还以为他们两个走了呢 花满满解释 他们累了 要歇一歇 石老师问他们 练得怎么样了 小燕说自己不会跳 花满满说 自己不会教 对试了一眼后 她马上跟着回答 是花满满不会教 对方则表示 她一直在踩她的脚 石老师了然 表示 如果他们愿意 自己可以示范一下 花满满看着石老师教导小燕跳舞 她做得很好 并且得到了石老师的夸奖 她觉得 对方学得很快 但是小燕却说 是因为老师教得好 让她很不高兴 石老师 让她接下来练习一下 自己跳女步 这让她有些紧张 花满满提醒对方小心脚 小燕觉得 她多嘴 两个人就跳起来了 石老师教导小燕 要注意节奏 因为男生要负责引导 花满满注意到 她完全没有被踩到 觉得很好 这个时候 她被邀请和老师 一起示范一下 于是愣了一下之后 答应了 她专门回头看了一下 小燕的眼神 并且很奇怪 自己为什么在意 跳之前 还让对方好好学 毕竟是为了她 所以才跳的 小燕嘴上答应了 心里却觉得 本来就是 她要自己学的 花满满跟着老师 一起跳了起来 老师觉得 她跳得很熟练 但是要注意舞伴的状态 并且应该努力地 去配合对方的动作 她在心里觉得 虽然自己只是在 跳普通的交易舞 但是因为小燕看着 就是觉得 浑身都不自在了 结束了之后 石老师让他们 两个再跳一次 两人再一次伸出了手 花满满吐槽 对方太高了 这样的话 她需要在舞会的时候 穿很高的高跟鞋 对方担心男生们的脚 她意识到了 对方是故意这么说的 为了表示 自己不想去的意愿 石老师发现 她已经掌握了基础 让她回去多加练习 这样就可以用身体记住了 花满满想知道 下次还能不能借用舞蹈教室 被答应了 并且对方还表示 可以放学后 和同学们一起练习 但是她却觉得 还是教室空无一人的时候更好 他们感谢了石老师 小燕决定把裤子洗完了 然后还回来 被石老师要求 快点回寝室 因为她要锁门了 花满满觉得她学会跳舞了 这样就会去舞会了 但是对方却表示 她不去是因为 钱和时间的关系 她想知道 她的入场费 是否已经解决了 她觉得 小燕不用管这个 因为反正 她不会去 但是对方却表示 自己不会借钱给她 因为不是必须的 花满满又重复了一遍 自己的想法 小燕感叹 她就这么想去舞会 而她则是感叹 对方就这么不想去 突然听到有人说话 短发女觉得 黄发男和别人之间很暧昧 她却表示 他们只是说话而已 让对方不要胡乱猜测 然后朝着花满满 打了一个招呼 花满满根本不认识她 但是因为觉得是同学 还是打了一个招呼 小燕认出了 黄发男是找她搭讪的 普安男 回忆起了之前发生的事情 黄发男问他们 会不会参加国庆舞会 花满满表示 自己会 但是却很无奈 小燕不会去 结果对方却也要去 这个让她很吃惊 因为刚刚她还在坚持不去 这会儿 居然突然就改变了想法 花满满发现 对方很关心她 但是小燕却表示自己 只在乎钱的事情 她很好奇 对方怎么样获得钱 而且她害怕花满满 又做出危险的事情 这样的话 作为生活助理的她 需要擦屁股 但是对方却坚持 这叫善后 然后花满满觉得自己 并没有做什么危险的事情 于是被小燕 细数了她做过的危险的事情 比如 出钱跟着陌生人走 为了装醉喝酒 这些还只是 她知道的事情而已 因为这个 她想要先知道 花满满想做什么 这样她 可以有心理建设 花满满询问她的建议 这让她知道了 对方心里 果然还没有做好准备 她表示 可以打工啊之类的 但是日节的工作 都十分的辛苦 或者可以卖东西 但是也要浪费很多的时间 因为饭卡里面的钱 不能直接取出来 所以 可以帮同学打饭 然后问同学要钱 花满满觉得 这个方法是可以的 她想要帮助小燕打饭 这样的话 两个人还可以一起吃饭 但是被拒绝了 理由是这样也不太方便 再加上帮她打饭的话 时间也不够长 她需要帮助宿舍里面的三个人打饭 才可以赶得上 然后她就答应了 花满满 还是不希望卖掉东西 小燕让自己忍住 确保自己不要说出来 自己可以借钱 这样的话语 她觉得 这应该是对方第一次思考一百块钱 认为这是一件有趣的事情 对方却表示 看她跳舞更加有趣 两个人都生气了 花满满认为 助理的身份 还比不上普通同学 她怀疑如果两个人是普通同学的话 对方就不会理睬自己了 她想知道 在她的脑子里面 在想什么 自习室里面 小燕正在写作业 留下突然拍了拍她的肩膀 这让她很不满 对方拿起了她的笔 在作业本上面 写了对于花满满的疑惑 还指出了 他们一起跳舞的事情 小燕承认了 两个人一起跳舞 然后否定了 她是自己的亲戚 留下又询问了她 是不是喜欢她 她顿时愣住了 她觉得 这是流言 而且来得非常快 于是乎 也拿起笔 开始在纸上写了起来 继续表示自己不愿意去学生会 两个人都陷入了沉默 留下拍了拍她的肩膀 她知道对方查过自己的资料 然后开始疑惑她 如果去查了花满满的资料 会不会发现她的身份 学校里面的路上 花满满和小燕走在一起 小燕奇怪 她一个人吃这么多东西 但是她解释 这是寝室里面四个人的 她很开心 她成功了 她也感谢了对方的主意 一片树叶落在了她的头发上面 被小燕伸手拿走了 她表示了感谢 对方伸手帮她提其中的一代 她提起了留下 发现他们经常在一起 花满满疑惑她 为什么提起了喜喜学姐的男朋友 她解释 是因为留下可以查到学生资料 他们之间的关系 瞒不了对方 因为留下一直希望她可以加入学生会 所以才会把花满满牵扯进来 但是花满满却表示她会这个 解决的方法有两个 小燕可以加入学生会 也可以告诉留下他们在交往 结果她却觉得自己不想加入学生会 花满满以为她会选择第二 她接着表示撒谎是会被揭穿的 所以这两个办法都是错误的 花满满想要真的交往 但是问不出口 到了宿舍之后 她跟花满满告别 她表示自己可以想出办法 花满满在不断地 让自己问出来这个问题 但是最终还是没有问 吃饭的时候 西西学姐好奇她为什么唉声叹气 但是银发女却表示 她为了一百块很努力 明明她看起来应该是一个大小姐 她刚想解释 却被对方打断 对方讲述了 她的用具都很贵 西西学姐觉得 她应该是需要保密 因为她知道 学校里面确实有一些背景特殊的人 大家都心照不宣 也没有去打听这些事情 并且她让花满满 只要做好自己的事情就可以了 大家都让她 只要毕业之后 提携他们就可以了 花满满也笑起来了 她意识到 发现家里有钱并没有问题 只要不遮遮掩掩就可以了 她只要做自己就可以 并且最好要享受这段时光 花满满给小爷发消息 表示自己已经成功报名了 询问她的情况 她觉得 他们一个宿舍 一天就吃了一百块 很神奇 寝室里面的人 因为这个打了一个喷嚏 她开始肉疼一百块钱 报完名之后的消息 让她觉得很不安 有了一种不祥的预感 花满满得知 对方已经报名了 心里确实很高兴 舞蹈教室里面两个人 进行了舞会前面的最后一次练习 花满满表示 她从喜喜学姐那边 看了去年的视频 她大概知道了 舞会应该是化妆舞会 并且可以穿各种各样的衣服 她希望对方可以扮演成独角兽 但是被拒绝了 因为小爷并不喜欢这份工作 花满满答应了一声 这个时候她突然抱住了她 然后打开了窗户 看到了窗户外面 有人骑着自行车经过 花满满很奇怪 发生了什么事情 对方让她不要过去 并且关上了窗户 她意识到可能是有人在偷拍 那些人应该是喜欢她的人 但是小爷却觉得 那种东西不是喜欢 而是变态 骑着自行车的人 看着自己的手机 她很开心 自己又拍到了东西 花满满看着自己的衣柜 思考穿什么衣服 有人打电话告知 床垫已经到了 并且随时可以给她送过来 她想起了那个22万的舒服床垫 但是她现在已经习惯了宿舍里面的床垫 她想要退掉 但是又很纠结 毕竟下个月就会有钱了 最终 她还是希望可以把这个床垫退掉 对方确认了她想要退货 她虽然怀念那种舒服的感觉 但还是答应了一声 对面告知她的床垫是定制的 她害怕不能退掉 实际上是只能退一半 她很高兴可以退掉 尽管没有舒服的床垫很难受 但是她还是想要过有钱的日子 于是她答应了退钱 然后就得到了钱会返还信用卡的事情 花满满赶紧打住 因为她意识到退回信用卡上面的话 就直接到了金满堂的手上 她希望可以退回现金 但是对方却拒绝了 她只能接受了 小叶发消息给她 告诉她自己要直接到舞会的事情 于是又想到了可以向对方咨询 于是她就打电话过去 把事情全部告诉了她 并且询问这种情况下 她会怎么做 但是对于小叶来说 22万的床垫还是太夸张了 她给出建议是退掉 因为反正床垫已经没有用了 毕竟她用的是父亲的钱 父亲会因为这件事情而感到开心 然后她又提出了 晚上直接去舞会的事情 花满满希望对方可以穿一身黑 被答应了 这个时候门突然打开了 经理询问小叶是不是在跟女朋友打电话 她表示很惋惜她在假期后会辞职 不过也觉得她不应该从事这个职业 毕竟有女朋友 而且以色带人是不正确的 尽快抽身才是最好的办法 小叶感谢了她的照顾 她记起了舞会开始的时间 然后在手机里面看到了金满堂 意识到对方是花满满的父亲之后 多看了两眼 到了舞会之后 她找到了对方 并且询问自己的着装 是不是合适 花满满伸手给了她一对恶魔脚 她明白了自己穿黑衣服的原因 于是把脚带在了头上 因为她带歪了 所以让她大笑了起来 她就让对方帮忙自己处理 花满满摸到了她的头发 觉得这个软乎乎的 她让小叶抬起头来 因为这样才可以看清楚是不是没有歪 于是对方就曲腿抬起头来 两人互相对视 她询问这样的姿势可不可以 得到了肯定 她觉得现在的花满满就像一只小动物 浑身斜满了来吃我 还在不断地靠近自己 但是她很清楚 在花满满的背后有金满堂 那个人是野兽 然后就问起了床垫的事情 花满满表示自己已经退掉了 小叶觉得她和金满堂长得很像 这就是她自带的大小姐感觉 花满满认为 对方以为自己不像的大小姐 于是赶紧告诉她 自己已经带好了 小叶应了一声 看起来闪亮亮的 花满满问能不能按这个找她 小叶答应了 而且看起来很喜欢的样子 小叶要求两个人分开进去 并且让她走在前面 可是花满满怕她逃跑 所以让她走在前面 小叶说自己不会逃跑 她的样子让花满满觉得她很没精神 不知道这是怎么了 她猜测是不是因为白天打工太累了 小叶觉得还好 这时她的肚子叫起来了 花满满便知道她是肚子饿了 小叶解释自己还没来得及吃晚饭 准备去舞会上面吃点 进去后小叶准备先去吃点东西 花满满等她吃完 班上的同学叫她小天使 她打了一个招呼 对方夸赞 她的裙子很漂亮 小叶一边吃东西一边打量她的穿着 因为她没有带首饰荷包 叶子也只是金属的 身上的裙子虽然不便宜 但也没有非常突出 应该不是一个显眼的肥羊 兔子耳朵的同学让她一起去找帅哥 这时主持人宣布新生舞会开始 并且祝福大家好事成双 黄发男扮成吸血鬼请求和花满满跳舞 他回过头发现小叶还在吃东西 心里有些不满 于是就答应了一个蓝发男过来拉扯小叶 表示她想跟一个妹子表白 但是因为她室友的关系而导致没有机会 所以她希望对方帮助自己分散妹子室友的注意力 小叶想要推脱 但是却被蓝发男直接拉走了 而花满满也被黄发男拉走了 她自我介绍了名字和学院 并询问花满满的名字 花满满听到这个名字之后就推开了她 对方询问发生了什么 她表示自己饿了 不想跳舞了 赵天要求和她一起吃东西 手却被拨开了 她觉得自己不需要这样的人来陪同 赵天很生气 自己居然被骂了 花满满找了张椅子 感觉有些恶心 小叶走过来关心她 却被她抱怨现在才来 告诉她刚才有个男的摸了她的肩膀 小叶立刻明白是那个吸血鬼 花满满也意识到她应该看到了 她解释只是看到两个人一起跳舞 然后就被室友拉走了 接着告诉花满满 赵天的身份是金管学院院长的儿子 询问她需要自己做什么 花满满要求她挡住自己 让赵天看不到她 她答应了 花满满看着站在这里的小叶 还是没有邀请她一起跳舞 开始犹豫是否要主动邀请她跳舞 这时 一只玩偶站在了两人中间 手里拿着一个箱子 小叶觉得这只玩偶的身高很可疑 对方则好奇那个箱子是做什么的 上面还有编号 小叶解释说这是舞会的节目告白箱 一共有十个 参与者可以把想说的话写下来放进去 然后主持人会抽一些来读 她觉得很好玩 主持人抽出来了第一个幸运告白 她好奇是谁写的 内容是对小叶的告白 大家都惊讶 居然是真正的告白 于是看向了小叶 小叶怀疑是不是花满满写的条子 但发现对方并不知道告白箱的事情 对箱子还很好奇 完全不知道她为什么看着自己 然后她又开始怀疑是留下的整骨 虽然觉得对方没有那么无聊 但是也不是没有这样的可能性 而她也开始琢磨起了告白的词语里面的表述 突然想到了什么 决定要去把他找出来 于是转身走了 她向主持人借了一下话筒 大家都发现了 她就是开学典礼上面的帅哥 她感谢了对方的喜欢 并且邀请表白者跟自己一起跳舞 立刻就有人表示了愿意 而且还不止一个人 花满满很生气 因为字条实际上是她自己写的 小叶表示要和艳笔记时突然发现 花满满已经转身走了 她又再次强调了表白的人很害羞 希望她舞会之后可以找自己吃饭 然后就感谢了主持人 她着急地追上了花满满 为自己的善离职守表示了抱歉 但是对方却还是很羞恼 她表示小叶都不知道告白人是谁 这样答应吃饭跳舞会遇到坏人 对方却认为她进步了 至少知道了世界上面有坏人 她强调了万一对面是一米九地位壮汉怎么办 小叶联想到了留下 她以为对方不是在吃醋 随后感谢了她的担心 接着解释她认为告白的人是偷拍的人 所以想要把那个人揪出来 花满满很惊讶 她又提出了一些危险的假设 小叶让她少看奇怪的漫画 喧哗的音乐声响了起来 问她想要回去继续玩 她想要和对方一起跳舞 因为担心她不希望在大家面前跳 于是就想要在这里跳 在这里偷窥的人看不到 小叶就答应了 做出了一个邀请的动作 花满满感叹她真的很美 她不希望对方和其他人跳舞 或者是吃饭也一样 并且想要告诉她自己此刻的心情 于是刚想开口表达 小叶打断她 表示自己怀疑那个告白是她写的 已经开始思考怎么拒绝了 因为自己不想得罪她 花满满不觉得自己有什么不好的 不知道为什么会被拒绝 她忍不住有一些心情低落 但是告诉自己要保持镇定 最终还是松开了对方的手 表示自己要去整理一下衣服 而且还强调了 之前自己开口就是想说这个 说完就离开了 而小叶则一路跟着她 两人都到了厕所的外面 她表示会在外面等着 厕所里面花满满觉得很生气 她不是那种斤斤计较的人 但是她却说害怕得罪自己 越想就觉得越生气 然后就哭了起来 又有几个人来上厕所了 他们问花满满有没有纸巾 她摇了摇头 觉得对方是因为经满堂 所以才会来害怕自己 又或者是因为自己要支付工资 这个时候 她想起了已经一号了 自己应该还钱了 小叶正在跟母亲发消息 解释了自己没回去看她的原因 而母亲则表示了理解 两人互相说了晚安 还有两个人告诉她作业做完了 花满满打开手机 发现余额还是零 她让自己冷静 并且以为是金满堂太忙了 所以就忘记了 她给对方发了一条留言 决定明天再详细问她 出了厕所之后 她没有找到小叶 觉得她应该也去上厕所了 然后因为没钱很尴尬的原因 就决定了先一步溜走 假装是因为以为她走了 所以才离开的 小叶听到了脚步的声音 然后就看到她逃走了 她知道对方没有叫自己 也没有摁量自己的脚 结果很快 她又回来了 是因为下雨了 身边的一位女孩 让她先回去里面躲一下 有一个玩偶熊 前来分发雨伞 小叶拿着雨伞 到了花满满的面前 她把手里的另外一把伞递过去 另外两个人表示了感谢 小叶告诉她 舞会从室外转移到礼堂 询问她要不要继续玩 她觉得 对方是为了拿伞 所以 刚刚才离开回到会场的 并且表示 想要回寝室了 只跳了半支舞蹈 小叶觉得很可惜 毕竟她准备了这么长的时间 花满满很生气 因为对方知道 她准备了这么长时间 她鼓起勇气开始表白 结果还是因为胆小 加上了对她容貌的表扬 小叶表示 对于她来说 这个学校很讨厌 但是自己 却是努力了十几年 才进入了这个学校 所以必须把所有的时间 都用来实现自己的梦想 她希望对方可以理解自己的话 她很失落 小叶实际上想说的是 让她不要管自己的容貌 一起好好学习 让她很意外 花满满一个人在寝室里面 因为大家都回家 或者找男朋友去了 她也很想回去家里 她打开手机 看金满堂的消息 却发现 对方一直都没有给她回复 花满满通过地铁回到了家里 她发现路程很遥远 用9.51元零钱付了出租车之后 勉强微笑 站在家门口的监控下面 她表明了身份 然后表示自己回来了 家里的宠物猪猪 叼着一封信出来了 她很奇怪 这是什么 发现那是爸爸妈妈给她的信 家里的人都在监控的对面 看着她读信 金满堂为了不让大家为难 所以才让猪猪把信给她 她最近和妈妈一起在洛杉矶 最近不会回来 在学校里面的所有情况 她全部都知道 不管是门票的事情 还是和小叶的事情都一样 她希望花满满 可以多交一些朋友 不管是喜欢的 还是不喜欢的 还表示 可以找她一起聊这个月的收获 而且还希望对方 可以白天打电话 因为自己不年轻了 然后再信的背面还有字 金满堂声明了 30万是一年的生活费 她明年才有别的钱 还表示自己已经收到了退回的11万 她顿时很生气 开始骂金满堂是老狐狸 气愤她为什么不早点说 并且自己很讨厌她 决定再也不相信她了 然后她希望家里的人可以把她送回学校 因为她现在没有钱 这个时候 一辆自行车出现了 花满满明白了 金满堂让她自己骑自行车回去 她更加清楚了 对方什么都知道 要求猪猪告诉金满堂 自己不管她了 因为她也不管自己 还表示两个都是犬科的 她肯定能听得懂她的话 金满堂听着这话很不满 她则是骑着自行车离开了 她很不喜欢现在金满堂躲在背后运筹帷幄的样子 更加不喜欢被欺骗隐瞒的感觉 她觉得自己要遵守这么多的规矩 就是因为自己需要对方的钱 绿发女一路追着小叶来到了会所 经理告诉她 未成年人不得入内 她强调自己成年了 被要求出示证件 小叶开始换衣服 她检查手机 发现花满满没有找她 疑惑对方是不是生气了 花满满骑着自行车响起来了 自己连续两天被拒绝 她觉得男人都很坏 于是金满堂和小叶都开始打喷嚏 怀疑自己是不是感冒了 她开始思考自己能不能战胜困难 这个时候自行车碰到了东西 她摔倒了 小叶听到有客人叫她 以为是花满满 花满满躺在草地上面握紧了拳头 大家都在看着她 她爬起来了 然后就发现了树上面的摄像头 她知道金满堂就在看着 只不过不来帮助她 她觉得自己不可以喊痛 然后继续推起了自行车 而就在这个时候 她发现自行车的链条突然掉了 感叹这个就是掉链子 她只能在手机上面搜索这种时候怎么办 这个时候秘书告诉金满堂 会议准备好了 然后看到了花满满在修车 她感叹这件事情值得高兴 而花满满的脸上和手上都染上了黑色 金满堂觉得她很像自己 她怎么都修不好车子 也找不到到底哪里有问题 告诉自己忍住不要小叶帮忙 而且她也不一定会 但是又觉得 故意不和她不说话 就会显得自己很在意 就准备按照平时的样子说话 让自己不要太热情地 给她发了信息求助 金满堂则很生气 她居然没有找自己 小叶正在会所里面服务 花满满发现 她没有回自己的消息 她觉得 对方是以为自己故意找她说话 但是她是真的在求助 所以就把自行车的照片 发给小叶 强调自己已经尝试过了 然后才去找她的 还展示了一下 自己已经变脏了的时候 接着就很着急地想 对方在干什么 小叶还在会所接待客人 花满满把自己的位置发给她 表示自己现在坐不了地铁 一直到快要天黑的时候 还是没有人过来 她虽然不怕 但是也会觉得很冷 这个时候 有一辆车开过来了 司机询问她 是不是迷路了 她觉得自己得救了 对方把她带到了派出所 警察询问了她的身份 和一系列信息 并且告诉她 所在的地方 是一个私人领地 花满满心里清楚 那就是她家 开始撒谎 自己的家和父母 都不在身边 还表示自己的证件 和手机都丢了 这是为了不让警察看手机 防止露线 警察发现 她应该在撒谎 但是觉得 她不是一个坏人 所以 准备和学校确认 花满满的身份 一个女警察让她擦脸 然后又准备看她的自行车 帮着花满满修好了自行车 一个男警察表示 学校里面有人来接她了 她表示了感谢 然后期待那个人是小叶 小叶看到了她发的消息 她告诉经理 自己有事情 想要离开 经理允许了 然后她立刻打了出租车 绿发女看着这一切很吃惊 司机发现地址很远 询问小叶她 有没有弄错 她表示没有 发现花满满 一直没有回复 担心她一直等在原地 花满满 来到了警局的外面 看到了石老师 她很不好意思 让对方来接她 石老师则表示 自己只是刚好在附近罢了 听到了学校的要求之后 就过来了 花满满觉得很失望 表情被看出来了 石老师询问她 是不是在等人 她否认了 花满满感谢了警察们之后 就跟着石老师离开了 上了车子之后 她赶紧查看 有没有小叶的消息 发现对方给自己打了一个视频 然后还准备好了来接自己 她很惊讶小叶准备过来了 也很后悔 自己刚刚没有偷偷地看一下手机 她立刻告诉对方 自己已经安全了 小叶收到了她发的信息 立刻松了一口气 但是依旧要求对方发一句语音 这样才能确定是本人 花满满觉得她很多疑 但是也很高兴对方 这是在关心自己 然后便拿起手机发了语音 石老师想起来 之前她摔了一跤 让她回学校 前去医院做个检查 但是却被她拒绝了 因为她现在没有钱 虽然她的右脚还很疼 但也只能去学校看校医 这样就可以刷校员卡了 石老师说 学校有个给学生买保险 去做检查是免费的 让她好好做检查 然后拿去报销就可以了 知道不要钱之后 花满满很高兴地表示了感谢 然后她又给小叶发消息 把免费检查的事情告诉了她 小叶很担心她摔倒了 但是更加惊讶的是 她知道 学校并没有买保险 她由于老师的欺骗 到底是不是出于好意 然后就让花满满 把医院的地址发给她 她反正已经出了城区了 就过去看看 并且准备和她一起回去 花满满想起来了之前的事 因为不开心便拒绝了她 还表示 石老师是一个好人 所以不需要小叶的关心 而且 如果那个人有问题的 金满堂会让石老师职位不保的 但是 小叶却觉得她很傻 等她知道了石老师 是坏人的时候 就已经来不及了 然后就给她打了电话 电话被挂断了 花满满的理由是 老实在 让小叶不要打电话 对方觉得很不满 医院到了之后 石老师发现了 她的右脚受伤了 花满满也觉得 比刚才痛多了 于是石老师 就想要背她 但是她担心 自己身上太脏了 会弄脏对方的衣服 因为她的衣服是白色的 于是石老师 就把外套脱了下来 花满满连忙继续拒绝 她认为自己可以跳回去 说着 抬起右脚一点点地跳了过去 留下和喜喜学姐 正在夜跑 突然接起了小叶的电话 然后就听到了 对方想要石老师的电话 她说了电话号码之后 小叶表示自己记住了 留下说自己有事情要说 结果她立马挂断了电话 以为留下是想要叫自己入会 因为舞会的时候 她看到小叶对告白的反应很奇怪 所以就特别找来 做了一下笔记对比 找到了 这是谁写的 她不知道 小叶想不想知道这个人 医院里面 医生正在检查花满满的脚 她不断地喊疼 但是医生说 骨头没事 只是崴脚了而已 石老师放心了一些 接着医生吩咐 她冰敷和热敷的事情 并且还要好好休养 表示待会护士会拿冰袋过来 医生发现石老师 好像很懂这些 对方表示自己是舞蹈老师 时常面对这些事情 这个时候 她接到了电话 接起电话之后 小叶跟她打了一个招呼 询问之下 表明了自己的身份 又提起了 花满满受伤的事情 最后问了医院的地址 她准备赶过来 石老师问她 花满满是不是不愿意告诉她 她承认了 然后老师就让她过来 还告诉她 花满满的脚崴了 让她来背 小叶答应了 石老师问花满满 有没有把受伤的消息告诉家人 她表示没有 因为不希望被说很娇气 她觉得 耽误了石老师这么多的时间 感到不好意思 对方表示没关系 她询问花满满 是不是从小就练习舞蹈 对方表示肯定 还解释了 那是父母的要求 然后石老师又好奇 她现在学习哲学 是不是因为喜欢 花满满觉得一般 因为这个是家里安排的 她认为自己记忆力不错 适合学习哲学 石老师因为这句话笑了起来 她不知道 为什么对方会笑起来 这个时候 小叶敲门了 她推门走进去 准备想要和花满满解释 对方很感动她 这么老远的来了 想要好好地感谢她 但是得等到石老师不在的时候 这个时候 时间已经差不多了 护士让花满满包扎 一下然后回家 老师让小叶背她回去 她答应了 她则表示自己可以跳回去 不需要背 小叶让她拉着自己的手臂 先站起来 她表示了感谢 她正准备表示自己可以的时候 就被打断了 她表示不要打扰老师和护士了 要求背着花满满 还告诉她老师给自己地址 就是为了来背她回去的 她最终趴在了对方的背上 小叶站起来的时候摇晃了一下 但还是站稳了 她叫了一句傻仙女 花满满奇怪 她在说一些什么 她重复了一遍 觉得对方是傻仙女 她不开心自己被说傻 虽然也觉得自己并没有小叶那么聪明 但是毕竟是被叫做仙女了 她还是很高兴的 下车的时候 石老师提起了她的自行车 问她怎么处理 她表示 先放在石老师那边就可以了 最后 趴在小叶的背上跟对方告别 两个人走在路上 他们同时开口 表示了感谢和抱歉 花满满不解对方为什么要道歉 小叶解释自己因为打工的关系 没有第一时间看到她的消息 她则是表示没有关系 因为对方看到之后就赶过去了 她还是觉得很感谢 在这么近的距离 她可以看清楚小叶的睫毛 听着她的呼吸 身体也跟着她一起祈福 然后小叶问起了她 为什么一个人跑那么远 花满满解释 自己是要回家 因为金满堂没有给生活费 她就回来问问情况 然后就知道了 她已花完了一年的生活费 她感觉到自己的身体 差点滑下去了 小叶询问她 是不是接下来一年都没钱了 她觉得对方好可怕 然后解释自己的饭卡里面 还是每个月会有两千块 最终决定用杀手锏 可怜兮兮地看着小叶 说明白她顾不起对方了 还欠着她的钱 想要用抵押给她的包来偿还 对方被答应了 但是花满满 却知道她还是很生气 因为小叶想不明白 这些有钱人的思路 她想要去摸对方的头 对方询问发现 没钱的那天 怎么没有说清楚 花满满觉得 这是自己的父亲 想要惩罚自己 就像入学的时候一样 然后赶紧停下来 解释她没有看不起这个学校 对方让她不用解释 并且想知道 她为什么没有回家 她就说了 金满堂让她骑自行车回去的事情 小叶以为是骑自行车 直接到学校 她赶紧解释 只是骑到地铁站 因为 她还有一点零钱坐地铁 只不过车子坏掉了 这种乐观 让小叶吃惊 觉得她仿佛看不到困难一样 又怀疑她 只是假装开心 安慰她总会有办法 并且告诉她 把包卖掉之后 会把多余的钱还给她 让她不要乱用 还叮嘱她 好好学习 因为脑子里面的知识是自己的 谁也拿不走 花满满叫了几声她的名字 觉得自己真的很喜欢她 但是开口却是问她 还愿不愿意帮助自己 因为 她已经没有钱了 对方答应了 毕竟她现在比之前更加艰难了 花满满觉得 她人美心善 更加喜欢对方了 她的头发让小叶觉得很痒 随后又表示要自己解决钱的事情 她还有21个包 小叶疑惑她本来不想卖东西的 她很高兴对方记得她的话 却也无奈刑事所迫 却被说后半句是多余的 宿舍的老师放小叶进去 但是 要求她快点出来 花满满要求 她在女生宿舍里面 非礼物事 她其实很抱歉 因为不能请她进来喝一杯水 然后又表示了感谢 小叶发现她的室友都不在 担心她明天下楼吃饭的事情 然后说自己买回来之后放在楼下 让其他女生帮忙拿一下 花满满却觉得很麻烦 她想要直接去蒂娜家里住几天 这样还可以控诉金满汤的罪行 但又觉得住在学校里面比较好 因为这样小叶就会来看她 结果又开始纠结她并不喜欢自己的事情 这个时候有人敲门 绿发女询问她是不是受伤了 因为看到男生背她进来 然后就看到了她的脚 她感谢了对方的关心 并且觉得对方没有认出 小叶是因为帽子 然后又问起了舞会上面的事情 想知道对方的朋友们 有没有和小叶跳舞 绿发女表示没有 然后又提起了小叶答应的约会 花满满想起了这件事情 对方接着表示没想到小叶是这样的人 不喜欢她了 这句话让她很高兴 于是询问对方愿不愿意帮忙 得到了答应 她想要对方帮自己去打饭 还承诺自己可以请客 绿发女很觉得好奇怪 因为她记得小叶会帮她把饭放在楼下 但还是答应了 她把饭交给了花满满 但是拒绝了一起吃的邀请 因为她已经吃过了 经理要求小叶今天去发传单 她答应了 她知道这是因为她快要辞职了 赚钱的机会 要留给在这里工作的人 有人询问起某个东西 大家觉得很可爱 经理解释 这是假期限定的赠品 有人想要拿走几个玩 被同意了 小叶觉得 花满满应该会喜欢 就拿了一个 她把手机开振动 放在了钱兜里面 然后穿上了玩偶服 街道上面嘻嘻嚷嚷的 她就在那上面发传单 留下 希望去和她拍照 但是嘻嘻学姐非常坚定地拒绝了 拿了一张传单之后 留下想要看完电影之后去唱歌 却被告知 这是女性向的 小叶庆幸自己 今天没有在KTV里面 花满满突然收到了她的消息 要她窗户打开 对方有东西要给她 她打开了窗户 和她问号 小叶拿出来了那个独角兽玩偶 因为太远了的关系 花满满看不清那是什么 她说自己要扔了 还没有等对方听清楚 就扔了过去 花满满很好奇 她扔了什么东西过来 就听到她让自己闪开 结果被一个东西砸在脸上了 小叶很无奈 她问到底是什么东西 对方一边捡东西 一边回答了独角兽 捡起来之后 发现玩偶脏了 然后决定 明天带一个新的过来 但是因为是礼物的关系 花满满坚持要这一个 她想要自己蹲下来 让小叶扔上来 随后一个玩偶就被扔了进来 她发现独角兽的脚上面还有丝带 觉得这是她 抱着玩偶表达了感谢 小叶祝贺她 快点康复 然后就转身离开了 花满满看着手里的独角兽很开心 她觉得 对方这么用心地送自己礼物 是不是喜欢自己 小叶打了一个喷铁 留下拿着手机给小叶打电话 就看到对面的独角兽 开始找自己的手机 直接过去跟小叶打了个招呼 她拿着酒过去找对方 小叶拒绝了 说自己不喝酒 且带了水 留下跟她一起坐在楼梯上 提起了学校 不允许学生在娱乐场所打工 小叶知道她可以查到自己在KTV打工 只承认发传单没有用 于是就承认了 并且表示自己已经辞职了 只要过了这个假期 就可以拿到钱 对方询问她 很缺钱吗 小叶坦白了她妈妈的情况 术后恢复还需要一些钱 她想要尽量给好的 留下拍了拍她的肩膀 告诉她下不为例 并且让她不要被老师和其他同学发现了 还表示会帮她留意其他的正经工作 她表示了感谢 觉得这是因为留下希望她加入学生会 如果违反了校规就不可以了 留下又提起了一件事情 说自己知道舞会上面的告白字条来自谁 想知道她好不好奇 小叶表示自己想知道 对方解释到 那个人是陆云 然后她开始思考 偷拍自己的人是不是她 回去之后发现 花满满跟陆云坐在一起 她抬起了头 结果却被小叶无视了 她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被无视 告诉陆云自己要去舞蹈教室 让对方先回去 小叶奇怪 他们两个什么时候成了朋友 而花满满则是好奇她 为什么生气 她来到了舞蹈室之后 看到了石老师在跳舞 觉得她的动作非常好看 石老师一边调整女学生的手 一边提醒她的眼神 看起来很忙的样子 她决定不要打扰他们 准备在外面等着 后退了两步之后 撞到了一个人 她有些惊讶地叫喊了一声 回过头就看到了小叶 很惊讶 对方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 小叶表示 只是路过 发现她在这里偷窥 询问她在看什么 实际上 她是想问她和陆云之间的关系 花满满回答自己 来取自行车 她准备安静地 等里面的人结束之后再说 对方点头表示同意 两个人在门边看里面的人跳舞 花满满看得非常的入迷 观察了石老师 和一个女学员的动作之后 她感叹 大家的情绪感很强 小叶凑到了她的身边一起看 问她能不能看懂 并且表示自己看不懂 希望对方可以教教自己 花满满嗡了一声 点了点头 而这个时候 教室里面下课了 大家鼓掌之后 感谢了老师 石老师看到了花满满和小叶 问他们 是不是来拿自行车的 花满满表示 麻烦她了 询问到脚好了没有的时候 她抬起脚表示 已经完全好了 老师问起了他们两个之间 是不是和好了的时候 小叶表示似的 而花满满没有说话 推着自行车 两个人一起走在路上 她问对方 想要学什么 小叶说自己看不懂 石老师跳舞 但是发现她很感动 所以就想要知道 她的想法 她以为只是舞蹈鉴赏 或者艺术鉴赏 让对方直接去蹭课 小叶发现了对方 从刚才开始 就是在不开心 她上了自行车 表示自己要去食堂吃饭了 因为晚了 就没有了 然后跟小叶说了再见 小叶跑着追上去 她表示自己 也要去食堂吃饭 花满满回头冲着她喊 觉得自己搞不懂她 小叶让她直接问 她回忆起来 她说过不想浪费时间 疑惑她为什么 还要送自己礼物 还要凑这么精说话 怀疑她就是喜欢自己 结果 小叶立刻拉开了距离 她想要知道为什么 小叶则表示 是她的要求 她很生气 对方没有听到最后一句 但是小叶却说 自己明白了 以后会注意这件事情 让她自己去食堂 自己溜达回去 花满满不满意 这样的结果 她希望对方说是的 觉得小叶是一个木头美人 而她却觉得 说话凑近 是为了要小声说话的原因 去看她 是因为她受伤了 而寝室里面没有其他人 至于礼物的话 只是一个她喜欢 而且还不用花钱的东西而已 石老师看着墙上挂着的日历 抬手拿了一个相框 抱在怀里 在沙发上睡着了 体育馆里面有人表示 今年的篮球比赛的奖金翻倍了 因为一直以来的奖金 都发不出去 还让大家为了荣耀 一定要加油 小叶也在篮球馆里面 这个时候 她看到有人从门口冒出来了 忍不住在心里吐槽花满满 对方不让自己去看她 她却来找自己 花满满 也是这个时候看到了她 赶紧假装自己 没有看见 她之所以过来 是因为一直听说他们 在练习 所以顺道过来看一眼 她想要趁着对方没有发现 赶紧先溜走 这个时候 她发现 陆云也在这里 她悄悄地走过去 却发现对方居然在偷拍小叶 发现她之前 说不喜欢了 都是假的 实际上 他们两个还是情敌 她突然看到了很多照片 有拦住出租车的小叶 还有两个人一起跳舞的时候 还有小叶在教室里面的时候 她觉得 这些照片 像是偷拍来的 然后就想起了之前 小叶说的话 她觉得 喜欢她的人是变态 于是准备伸手去拍 陆云的肩膀 但是却被拦住了 小叶让她小声一些 并且询问她 刚刚看到了什么 让她这么吃惊 她想要告诉对方 陆云在偷拍她 但是又很犹豫 到底要不要这么说 不过对方主动说出了这句话 让她很吃惊 她的表情 让小叶知道了 自己的猜测是正确的 也知道了她不想要说出来 于是就解释她 不应该怀疑她的朋友 因为她是一个注重隐私的人 花满满很奇怪她的说法 小叶提起了她和金满堂之间的约定 并且觉得 在有这种约定的前提下 还和新闻系的同学做朋友 一定是做好了准备的 她这么说是 为了告诉对方危险 让花满满赶紧把事情说出来 然后就可以离开了 看到对方只是瑟瑟发抖之后 她说自己要开始练习了 让对方赶紧离开 花满满以为她支开自己的目的 是要去揭发陆云 因为证据现在就在手机里面 她有些担心 这样会不会被开 就准备去问一下 她想要知道陆云 是不是不知道这样是错误的 所以回去找人 小叶很奇怪 她想要做什么 很快就意识到了 她想要保护朋友 陆云很奇怪 她有什么事情 她则是让对方跟自己走 被小叶觉得傻过头了 队友察觉到她有点走神 让她为了奖金努力练习 花满满 让对面的人帮自己看一下小作文 被接受了 她又拿出手机 吐槽自己喜欢的爱豆 居然被偷拍了 觉得这样的人很讨厌 对方应喝了一声 然后她又问到了新闻专业的事情 很好奇他们的拍摄素材 来源可不可以是偷拍的 结果陆云表示 偷拍是犯罪的 花满满知道了陆云 是知道这种行为是犯法的 但还是愿意再给她一次机会 她提议他们来交换秘密 一个人说一个秘密 这样只要陆云把他们当朋友 就会说出来 对方答应了 花满满想要保护朋友 说出来了自己家里很有钱 对于她来说 这是一个最危险的秘密 但是陆云却已经看出来了这件事情 她不觉得这个是秘密 为了提醒她小叶的事 花满满准备告诉她 自己喜欢小叶 但是却被政主突然出现打断了 她很生气对方 居然对一个偷拍狂说自己的秘密 很生气 她居然信任一个偷拍狂 在心里骂她 就是一个傻瓜 然后拿起了桌子上面的东西 问是什么 花满满害怕地表示 是自己的作业 她从小叶的表情里面 听出了声音 对方指出 有部分的笔迹 不是她的 她就解释了 让陆云帮忙修改的事情 小叶责怪她把同学 从篮球馆里面 叫出来改作业 并且表示自己 很早就注意到了陆云 还夸奖她是一个可爱的女孩 要求花满满 为自己介绍 但是对方并不希望这么做 她觉得 小叶明明已经开始怀疑了 就不应该再夸奖陆云可爱了 觉得这里面有阴谋 但是 最终她还是站起来 给两边的人做了介绍 随后就要小叶把作业还回来 她要回寝室了 对方却把作业撕碎了 要求她自己重新写 陆云表示自己 还有事情要先走 然后跟小叶说了一句信贿 对方也答应了一声 就拉着花满满 要离开了 她表示 这样之后 陆云就不会再来骚扰了 也说不定不会偷拍了 花满满想要询问什么 以及对方是怎么知道的 小叶却表示 她根本不会撒谎 她又提起了花满满 透露自己家里很有钱的事情 觉得她是想要让全校都知道她的秘密 还说她没有办法脱离金满堂独立生活 花满满 让她不要骂了 她也知道自己错了 开始解释自己 只是想要证明 陆云知不知道 自己做了错事 并且给对方一个机会 结果却是陆云知道 小叶认为 花满满 才是让人意外的存在 因为 她格外的天真 并且还觉得 因为她的脑子里面没有坏人 所以 自己也说不明白 然后就要回去继续打球去了 花满满拉住她 表示生气的时候 不能一走了之 她已经解释了自己的做法 接下来就要轮到对方了 但是 小叶却害怕 她把什么都说出去 她只能以 金满堂的财产来发誓 对方表示 只是偷拍的话 她不会告发 但是会觉得很恶心 不过更加重要的 是花满满的身上有秘密 所以 不可以被盯上 她只能自己去 主动认识了陆云 这样 对方就不会去找花满满了 而且 有些偷拍狂 也不喜欢郑主的接近 这样一来 或许就不会继续偷拍了 花满满为她的这么多考虑 表示了感谢 对方却觉得 事情本来就是因为她的关系 所以 不需要感谢 还让她以后 可以找自己批改作业 把作业还给了她 看着皱巴巴的作业 花满满不太开心 小叶为自己刚才有点凶的语气 而感到抱歉 她立刻表示 没有关系 还觉得她道歉好快 而且 样子很可爱 但是也不希望 她下次继续凶自己 陆云慌乱地拿出了自己的手机 她选中了全部的图片 除了留下来一张之外 其他的通通删除了 照片里面 是花满满的样子 她满意地笑了起来 篮球场上的队友 开始询问萧云 小叶还回来吗 花满满提起了 金满堂让她 跟不喜欢的人交朋友 解释她 本来也不喜欢陆云 但是因为她之前的帮助 就改变了 关于对方不喜欢小叶来的事情 她并没有说出口 小叶觉得她不应该 因为感激的事情而动摇 也不需要 跟不喜欢的人做朋友 这个 让她觉得自己很傻 随后又提醒她 也不要因为 她的话动摇 她自己也不傻 她怀疑对方听到了 自己脑子里面的声音了 于是对方疑惑 她在脑子里面说了什么 花满满觉得 她真傻 小叶却反驳她不傻 觉得 要是她想要交朋友 可以参加社团 或者学生会 发现花满满 正在看学生会的主页 她表示自己 才刚刚找到申请的入口 小叶马上开始说 学生会的不好 篮球场上面 队友传达了小叶的意思 她要陪朋友 让队友不要管她 先练着 其他队友很好奇 是不是女生 得到了证实 留下欢迎花满满 加入了学生会 她则是表示 请对方多多指教 问到小叶的时候 还是被拒绝了 小叶在图书馆的下面 看到了花满满的自行车 觉得她总算是要开始好好学习了 于是给她发了信息 但是对方却表示 只是在做学生会的工作而已 她觉得很失望 由于三十秒之后 她还是询问了需不需要帮忙 但是却被拒绝了 这个让她觉得很奇怪 她进了图书馆之后 询问管理员帮忙的同学的位置 对方告诉她 就在这边整理图书 发现没有花满满之后 她觉得应该是因为腿伤的关系 被安排到了书库里面去 这样可以减少走动 但是到了书库之后 却发现门锁上了 里面有人拜托花满满 解决工作 他们回来之后 会请吃饭 但是她却不需要 卷发男表示 自己弄错了手印的时间 十分的抱歉 但是花满满却强调 这是他们的工作 让他们做完了之后再去约会 卷发男和黑发女很尴尬 被发现了 她希望小叶帮忙抓住这两个人 结果那两个人却表示 让花满满饶了他们 回来之后 可以给她大红包 然后就从小叶手里溜走了 花满满很生气 但是对方却指了一下 图书馆要安静的牌子 她冷哼了一声 吐槽自己 现在一个人 要干三个人的任务了 小叶表示自己 可以帮忙 但是红包需要评分 她立刻就答应了 还告诉了她 放围裙的地方 让她把门关上 但是她没有把门关严实 穿上了围裙之后 就来询问 自己应该怎么做 花满满告知她 需要给这些图书馆 不要的藏书 做好标记 其实就是盖上注销的印章 她觉得 盖章是一件很好玩的事情 希望对方可以帮忙把书翻开 让自己来盖章 因为已经被停止生活费 一个星期了 所以 她没有钱 来吃喝玩乐 只能在这里苦中作乐了 从她身上 小叶感受到了认真的气息 询问 如果没有受伤的话 对方会不会报名运动会 花满满却表示自己 已经报名射箭了 小叶甚至都不知道 学校里面 有这样的一个项目 她解释是今年才有的 而且还有奖金 她超级擅长射箭 对方怀疑 是因为有她 才加上了这样一个项目 这个时候 她注意到门 没有完全关上 小叶解释 是因为孤男寡女的原因 花满满 让她不要担心 这里到处都是监控 站起身来要解释 为什么需要关门 结果却因为 踩到了地上的印章 差点摔倒 小叶立刻上前去扶她 一把把她拽到了 自己的怀抱里面 询问花满满 有没有事情 对方发现了 自己整个在她的怀里 觉得有些不好意思 接着解释关门 是为了不让猫进来 这个时候 已经有一只猫到了门口 小叶把那只猫抱起来 让她不要进来里面 花满满看到了 手机里面的消息 有人告诉她 自己就要来办画展了 希望她可以去看 小叶把门关上了之后 就发现 她盖章的速度加快了 看到她想要 搬起来一箱子的书 想要上前帮忙 但是却被她拒绝了 因为 她觉得自己可以 但是尝试了两次 都没有成功 她让对方 不要小看了书的重量 还告诉了 她那两个逃走的男生 本来就应该干体力活 又强调了 自己照顾她 是因为她脚受伤了 而不是因为 她是女孩子 还说等她的脚好了之后 就可以随意了 本来花满满 觉得自己没有用 但是听了她的话之后 就不一样了 心情好多了 结束完了之后 她感谢了对方的帮忙 又赶紧催促那两个男生发红包 小叶提出 要不要去看电影 花满满 因为钱的关系拒绝了 还吐槽对方大手大脚 但是她指的是 学校里面免费的露天电影 让花满满 前去吃饭换衣服 天黑了去看电影 这让她觉得 他们似乎是在交往 吃饭的时候 小叶又让她帮忙付钱 然后把现金给她 周围的人都觉得 他们两个 这是在交往 她想要开口询问 但是又不想打破这样的氛围 小叶突然问她 有没有习惯了 没有钱的生活 她表示 根本习惯不了 只是在忍而已 还觉得自己理解了 为什么对方的烦恼是没钱 小叶觉得花满满 跟那个时候 有些不一样了 晚上两个人都到了 花满满发现 要坐在地上看 小叶拿出了 之前的那张布 扑在地上 周围来看电影的 有一个人的 也有情侣 这让她明白了 这不是约会 但是也不介意了 电影是天堂电影院 大家都很熟悉 并且喜欢这部电影 包括花满满在内 她好奇 小叶是不是也一样 但是对方根本没有看过 电影里面出现了一位侍卫 看到了一个绝美的公主 立刻陷入了爱河 大家都很喜欢这个场面 但是也很疑惑 这个是不是这部电影里面的 小叶看了一眼花满满 电影里面的首位 因为不能攀附公主 而结局不好 这个时候 她的手机响起来了 有人告知 画展会在周一开始 希望她带着一个男伴 或者女伴前去参加 她瞥了一眼旁边的人 但是又觉得自己 不应该老是想到她 毕竟 她还有很多之前的朋友 小叶觉得 她应该是碰到了麻烦 但是她却表示 只是小事 可以之后再解决 对方让她不要担心 还表示自己愿意帮她解决 小叶坚定地表示了不去 因为这不是只有她去 才可以解决的事情 而且她 对于画画 可以说是一窍不通 花满满强调她刚才说 一定会帮助自己 不过也很开心 知道了对方的弱点 她拿出手机给对方看 表示这个人很有名气 而且她的签名照 可以很值钱 小叶的重点 却是那个人是个帅哥 她还告诉小叶 那个人喜欢漂亮的人 所以 每次聚会上面 都有模特和美女 然后就发现 对方的眼神变了 她以为是她喜欢美女 觉得很吃惊 小叶却表示 这是很正常的 因为她也喜欢帅哥 这个说服了花满满 她强调了蒂娜回去 这样就可以解释 对方同学的身份 解开两人之间的误会 然后小叶就答应了 并且想要知道 自己应该注意一些什么 她想尝试 自己可不可以做到 花满满觉得她很别扭 然后就答应了 周一的晚上 花满满在学校外面 换好了衣服 显得端庄低调美丽成熟 而小叶则是穿上了 问蒂娜姐的男装 她原本以为 只需要穿普通的衣服 花满满觉得 她穿得非常的好看 解释因为是朋友 所以才需要装重一点 他们把衣服 放在了商场的储藏柜 准备回来的时候再拿 小叶觉得 如果是朋友的话 应该要送一些花之类的 对方却因为经济问题 被拒绝了 花满满说明了 跟阿兰之间的关系 表示对方知道 自己现在的情况 她是可以体谅的 她告诉小叶 她不会说中文 需要用英文来交流 而且因为 她习惯自言自语的关系 对方也不需要说很多话 也就是说 小叶并不需要夸赞阿兰的话 反正有她在就对了 小叶放松了下来 她表示自己明白了 她需要做的事情 就是做一个和善的花瓶 花满满则是很开心 这样的说法 她希望对方可以保护好自己 两个人进入了画展之后 小叶觉得里面的光线和白天一样 花满满看到了阿兰 打了招呼 对方表示了 这个是她的专场 然后两个人都表示了想念 看到阿兰在她的脸颊上面 亲了一下之后 小叶不满 自己听不懂 莫名有些不爽 介绍了小叶之后 阿兰表示 花满满喜欢漂亮男孩 然后互相打了招呼 她虽然这次听懂了 但还是很不爽 阿兰因为有事情要忙 要先离开一会儿 对方应声答应 一个男人正在对时光解释 让她稍等一下 虽然平时是八点才闭馆的 阿兰看到她之后很高兴 还提起了花满满 但是她却表示 花满满在的话 自己就不进去了 对方表示 想让她看自己的话 花满满跟小叶解释了 展厅里面的灯光 代表了阿兰身边的一个人 小叶以为是她 但是 实际上她也不知道是谁 时光埋怨阿兰 把花毒压坏了 并且想要看她的画作 阿兰带着两人 参观了一幅画 然后解释着 被花满满夸奖了 但是小叶却根本听不懂 看到了阿兰的动作之后 小叶发现 她想要单独和花满满说话 就借口要去洗手间离开了 阿兰表示自己 可以为了花满满 去金满堂那里求情 但是却被拒绝了 她认为 对方现在已经是大画家了 自己也不应该被小事难倒 这句话 让阿兰觉得很帅 她继续好奇 小叶会不会帮忙 还把小叶 当作了她的男朋友 却发现她表情奇怪 开始怀疑她 不被喜欢 还强调 花满满是最好的女孩子 她只能冷哼一声 表示还不是男朋友 这些话语 全部都被小叶听到了 花满满表示 她也是独一无二的 自己喜欢她 就足够了 也是因为她的关系 自己每天的心情都好了 小叶跟妈妈说了 看画展的方式 被询问之后 表示她看不懂 只是被问到 是不是喜欢的时候 却陷入了沉默 这个时候 她听到了门打开的声音 觉得是派对开始了 她打开门走出去之后 就看到了时光 两人彼此都很惊讶 时光表示自己是来看画展 但是突然被告知 提前关门了 奇怪对方的目的 小叶为了不用为 留下来找借口 所以不准备说 自己和她一样 就借口 自己是来打工做翻译的 说话的时候 她发现了时光的手指上面有伤口 对方觉得她一边打工 一边上学很辛苦 并让她加油 同时也叮嘱她 注意身体和学业 她答应了一声 然后把消息告诉了花满满 花满满很担心 但是听说人已经走了之后 她觉得因为这样 就不用害怕被揭穿了 小叶怀疑她也是阿兰的朋友 因为被发现了 才立刻离开了 但是她又认为不是 而且还觉得 是对方想多了 她想起来了 之前对方很关心时光 而且还很听她的话 想问她一句冒昧的话语 但是她的话语 没有说出来 直接被小叶堵回去了 让她把脑子里面的废料 都倒掉 却依旧被她嘲笑 小叶对给她送水的人 表示了感谢 然后解释她尊重老师 是因为她母亲是一个老师 这还是花满满 第一次听说她的家人 想要多听一点 她以为 这就是小叶成绩好的原因 她却表示 成绩是自己努力出来的 这个时候 蒂娜叫了她 并且很不开心 她把小叶带过来 她赶紧解释了小叶的身份 表示之前对方 只不过是打工而已 现在已经辞职了 但是对方却认为她 还是在那种地方工作 并且要求她出来自己说话 小叶询问自己 能不能说话 花满满觉得当然可以 她很奇怪 为什么对方要问自己 她自我介绍了一下 然后又表示了 花满满是为了 给她增加收入 不是那种消费难色的 无聊的人 实际上花满满就是 这让她觉得 对方这是在讽刺自己 不过蒂娜又觉得没有关系 反正他们都是会 做背景调查的 不过花满满觉得 没有必要 但是对方强调 她不知道 小叶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而且只有身份干净的人 才可以做他们的朋友 这个时候 小叶表示自己 不想成为他们的朋友 还强调 自己是受邀请来的 她不觉得自己 需要接受蒂娜的审视 她很不屑 小叶说的这些话 以为她 只是为了吸引自己的注意力 还强调了 那身衣服 是她男朋友的 询问她自己 有没有衣服 花满满 立刻反驳她的话 然后觉得 她说话太过分了 却被对方认为 是重色轻有 小叶这个时候 才知道 衣服是问蒂娜借的 觉得花满满很傻 因为对方 本来就不喜欢她 在一阵的小声话语中 小叶直接把外套 脱下来了 她表示自己 做不好和善的花瓶 还愿意把剩下的衣服 也还给蒂娜 花满满觉得 他们两个都很不懂事 就站到了 他们两个人的中间 她表示 一切都是自己的错误 但是 希望他们 不要在阿兰的派对里面 起冲突 蒂娜连忙表示 不是她的错 但是她坚持要静静 然后就离开了 还不准他们两个跟着 两个人都以为 她是真的生气了 蒂娜表示 衣服送给小叶了 因为已经太大了 但是小叶却拒绝了 她表示 自己会还给她 她询问对方 知不知道花满满的家庭 小叶表示自己不知道 但是看得出来 有权有势 于是 她觉得对方是 另有所图的 小叶知道 她是担心花满满 不过她还是希望她 不要当面表示对自己的厌恶 因为这是不尊重的表现 她很抱歉 第一次见面的时候 留给对方的印象很差 并且希望这一次可以好一点 蒂娜意识到了 这就是花满满喜欢的男生 想起了之前的事情 答应了装作朋友的样子 花满满希望他们两个中 有一个可以来追自己 这样 就可以不再争吵了 只是两个都没有来 发现了他们气氛缓和之后 她还是觉得很满意 但是她也觉得 两个人都很过分 不管是刁难小叶的蒂娜 还是当众脱衣服 都很幼稚 只有她自己 懂事又聪明 很好地解决了事情 这个时候 有人表示 不能让任何人进入场馆了 因为阿兰 要接见重要的人 这个让花满满很奇怪 因为对方甚至没有告诉她 她先给小叶发了消息 让她过去自己的位置 这也让对方的胜负欲 得到了满足 过去之后 小叶认为 她是在装哭 而她却解释 是因为担心装容 她告诉了对方 阿兰正在接见重要的客人 她很好奇 所以 希望对方带着自己进去 小叶担心自己 还会被阿兰骂一顿 然后就拒绝了 但是花满满解释 不会这样 因为阿兰和蒂娜不一样 而且 知道她是被强迫的 小叶觉得很有趣 她觉得 应该是时光 就答应了 花满满希望她帮忙 从没有关炎的窗户里面进去 然后小叶就把她抱起来了 她很努力地 让花满满进去了 她发现 里面很安全 是一个杂物间 花满满让她看手机 告知了里面的情况之后 她表示 自己会保证安全 花满满发现 仔细可以听到声音 有人说 自己不被在意 她认出这是法语 但是并不是阿兰 应该是客人 对方表示自己 希望弥补母亲的遗憾 为了自己活着 并且很享受这样的人生 她的声音 让花满满觉得熟悉 她慌张地想要下来 小叶赶紧过去 却发现 手机掉下来了 她是因为紧张 没有拿闻手机 然后发现 对方已经生气了 那人发现 杂物间里面有人 并且告诉了阿兰 而且确定了 花满满的身份 得知了是她之后 阿兰让那些人不要进来 自己准备去找她 她还表示 可以让小叶进来 然后两个人一起去找 时光意识到 刚才小叶打错电话 是故意的 发现她是一个机灵的人 她叮嘱阿兰 要把花满满糊弄过去 不要让她被牵扯到 他们的家世里面 阿兰认为 花满满本来就认识时光 现在应该重新认识 但是时光 却担心老头子去折磨她 而且还很肯定 他们就是那样的人 她不希望自己 变成那样的人 两个人拥抱告别了 阿兰关上了门 小叶进来之后 阿兰希望跟她一起 去找花满满 小叶拿着鞋子 告诉花满满 自己要进去了 阿兰注意到了鞋子的细节 两人进去之后 发现对方很端庄地坐着 小叶要求她把鞋子穿上 阿兰解释 自己有工作安排 所以 让花满满在外面等着 花满满 虽然想要问 对方哥哥是怎么回事 但是最终没有 对方觉得 她无聊了 表示自己 可以送他们回去 然后明天再去找他们玩 她答应了 因为 她现在脑子很乱 觉得需要整理一下 自己的思路 小叶发现了 花满满有心事 提醒她 明天不要暴露身份 让她看看送的礼物是什么 她发现 就是一些画展的纪念品 最后还有一个手机 上面还有一张阿兰写的卡片 让花满满觉得很高兴 小叶觉得他们的朋友很有钱 对她也很好 花满满 本来都已经决定发传单 来赚钱买手机了 但是这个想法 被对方否定了 因为小叶觉得 独角兽衣服的长度不合适 想象了一下之后 觉得好好笑 启动了手机之后 花满满给阿兰打了电话 表示感谢 两人互相道了晚安 阿兰之后 又打电话给了她的父亲 表示了时光依旧 不愿意回家 她希望父亲 可以告诉时光 自己病重的消息 这样一来 说不定就可以获得原谅了 花满满 想着之前的事情 被小叶发现 她一直魂不守舍 在被点名 是在思考时光的事情之后 她连忙否认 因为她觉得 阿兰不想告诉她这些 她就应该保守秘密 小叶认为 她应该陷入了 更加麻烦的事情里面 她表示自己好奇过 对方为什么能接受 没有生活费 但是现在明白了 因为对于她来说 这是暂时的 这一切都只要忍一忍 就可以过去了 但是对于很多人来说 却不是这样的 他们的困难 是一辈子都无法度过的 也就是说 对于一些人来说 很困难的事情 对于另外一些人来说 可能一点也不困难 她希望对方 可以向她询问这件事情 花满满觉得 她的说法太复杂了 但还是说出了 自己的烦恼 她也说出了 自己的见解 让对方去询问 阿兰这件事情 她觉得 花满满 之所以不怀疑 自己和任何人 就是因为 身边都是美好的人 她已经习惯了 种种美好 发现对方 在车子上面睡着了 看着她睡着的样子 花满满觉得很好看 然后就靠在她身上睡着了 其实两个人 都没有睡着 彼此觉得 对方太没有防备心了 因为离开的 很早的关系 他们最终坐地铁 回到了学校 花满满觉得自己 像灰姑娘 但是小叶表示 她就是公主 但是她强调 自己是仙女 阿兰跟花满满 谈起了自己的哥哥的事情 她很好奇 这个哥哥的事情 在被告知见过面之后 就开始苦恼自己想不起来 她邀请对方 跟自己一起上课 但是为了低调 要求保镖远离一点 被答应了 两个人各怀鬼胎 都思考着时光的事情 在花满满跟阿兰 介绍宿舍的时候 喜喜学姐看到了 消息就通过留下 传给了小叶 小叶直接静音 她记得阿兰的事情 她把阿兰带来了舞蹈教室 阿兰知道这是时光工作的地方 但现在不是上课时间 所以时光还在午休 花满满下午还有课 阿兰表示自己 可以在周围随便逛逛 等她下课 她就放心去上课了 在她走后 阿兰拿出手机准备拍照 这时陆云出现了 她希望可以采访阿兰 保镖出来表示 阿兰在休假 不工作 陆云发现 她跟花满满聊得很好 然后就表示自己 可以带她参观学校 阿兰感谢之后 身边的保镖拒绝了她 陆云觉得 阿兰表面上温和 但是实际上拒人于千里之外 不愧是一个上等人 花满满身边的鹤发女子 觉得跟她在一起的 那个外国人很眼熟 她意识到了阿兰的身份 想起了之前小叶的叮嘱 她解释自己 只是带对方参观 然后就扯开话题了 下课了之后 她跟着同学一起出来 然后就看见了阿兰在外面等着 阿兰一把抓起花满满 一边看手机 一边让花满满快点 让周围的学生都看到了 在被询问什么事情之后 她表示 是为了去餐厅看日落 这个的确是她的风格 但是却让花满满感叹到 撒谎好难啊 着急地跑过来之后 却发现车子还没有到 阿兰四处张望 然后就看到了时光 她假装自己很吃惊的样子 让时光叹了一口气 时光和花满满互相打了招呼之后 花满满觉得非常好 因为这样 她就可以知道 对方是不是阿兰的哥哥了 但是时光却很有礼貌地打招呼 还表示自己去看了画展 只是画展刚好闭馆了 花满满开始怀疑 自己是不是搞错了 但是又觉得时光跟那天的人非常相似 而且 她们两个人越看越像 阿兰表面上说太可惜了 心里却觉得时光很过分 这样都不愿意相认 对方跟着客套了两句 表示事情很巧 她们的神情 让花满满觉得也很相似 尽管如此 她们依旧没有表明身份 她觉得她们 应该是有难言之意 时光表示自己还有事情 就要先离开了 看着她离开的背影 和阿兰失望的表情 花满满更加肯定 那个人就是时光了 然后 她想到了阿兰的画展 和时光的名字之间的关系 她摇着阿兰的手 要去看日落 阿兰答应了 和她一起上了车子 正在打球的小叶 在队友口中知道了这件事情 她表示没有什么 因为她认识阿兰 但是队友 却看出她生气了 结果被她教训了 阿兰表示 她在一家餐馆预付了一年 让花满满可以随时去 而且还表示自己带一个星期 可以帮对方实现愿望 这些都让花满满 觉得她想要做自己的仙女教母 她担心金满堂会不开心 但是对方却觉得没有关系 这个时候 阿兰的父亲给她打了电话 她要去接电话 花满满有些害怕了罗伊 让阿兰代替问好 这个时候 已经要天黑了 她收到了小叶提醒她的短信 对方知道 她记得要低调 但是又觉得 她还是不清楚谣言的伤害 于是她用考试威胁 让花满满赶紧回来 甚至还说 自习教室还有空位 自己可以帮忙占位子 一边说 一边担心自己 被认为是多管闲事 花满满想起了她之前说的话 意识到 她说得一起好好学习是认真的 她很着急地赶回到了学校 看到小叶正在等着她 她赶紧跑了过去 小叶让她慢慢来 她说明了 自己准备十一点离开 花满满决定和她一起 然后就准备去买水 她还叮嘱了 对方手机静音 然后就看到了 她身上的外套是阿兰的 知道了花满满没有回宿舍之后 她疑惑对方有没有带书 花满满表示自己 一直都带着 就跟她一起 进了自习教室 自习教室里面的气氛非常紧张 两个人都在有隔间的位置上面 坐了下来 花满满在做完了作业之后 就开始放松 结果却看到了小叶专心的样子 她正在看教育学的书 大概是选修的 花满满不想让自己比她差 所以也认真学习了起来 又一个小时之后 她已经头昏脑胀了 拿起手机就看到了 金满堂的未接电话 而自从被赶出来之后 两个人还没有打电话过 她决定偷偷出去打电话 金满堂很开心接到电话 询问了阿兰的事情 花满满随意交代了一下 这两天的事情 询问阿尔弗雷德的事情 对方却表示 这是他们的家事 暗示阿兰去找她是想要娶她 花满满赶紧把话说清楚 然后就听到了 对方希望 她不要再接受贵重礼物 她很庆幸自己来学习的 而不是和阿兰一起去购物 她问了手机算不算贵重礼物之后 金满堂觉得 价格没有问题 但是关系到重要信息 她表示 自己会送一个一模一样的给花满满 让她以后不要用别人给的手机 她又提起了餐厅的事情 希望金满堂让餐厅退款 结合了阿兰是不婚主义者这件事情 她知道 是她那个可怕的爸爸逼的 金满堂让她这段时间 不要去那家餐厅 因为她已经把事情都处理好了 她很好奇 花满满为什么拒绝得这么干脆 明明和阿兰是朋友 花满满很高兴她的通情达理 并且解释了自己 只想和阿兰做朋友 然后就继续去学习了 这个让金满堂觉得很高兴 她正在疑惑阿兰为什么这么容易就被安排了的时候 小叶询问她的情况 她虽然觉得有大事 但是又觉得不影响学习 结束之后 她问起教育学书本的事情 但是对方却问了她的事情 她说了金满堂的要求 然后觉得 那些人想要主导包括婚事的所有事情 她很不喜欢送朋友礼物 还要思考的感觉 小叶虽然很好奇 但是没有多问 被问到是否存在人类纯粹善意的时候 小叶觉得是存在的 并且做出了让花满满赞同的解释 花满满问起了 她送独角兽时候的想法 对方就解释了 害怕她一个人无聊 以及刚好有赠品的事情 她送给小叶一个 结合了多方面考虑之后定制的手机壳 让对方觉得很无奈 她测试了手机用起来的状态 然后发现 基本不会被发现问题 阿兰来学校找花满满 一起去吃饭 然后接下去一起去购物 想起了之前金满堂的叮嘱之后 她以自习为借口 就拒绝了 她邀请对方一起去食堂吃东西 因为老师也在那里 所以她接受了 看着阿兰 让身后的保镖把眼镜摘下来 她知道对方是想要看时光的日常 他们在学校的人群里面 并不是很突兀 花满满让他们刷自己的卡 在听到了大饭量的保镖的要求之后 觉得欲哭无泪 大家都觉得菜很好吃 她解释了 食堂的中餐也很好吃 自己只不过是吓唬他们而已 小叶这个时候 在外面看到了 而时光也刚好在 她询问小叶为什么不进去 对方表示因为没有带卡 时光提议 让花满满帮忙刷 但是却被拒绝了 她开始疑惑小叶 跟花满满之间 是不是吵架了 让对方觉得她很八卦 她感觉花满满 应该认识很有名的人 还提起小叶的打工的事情 对方想起来了 那天撒得谎 答应了一声 然后时光又提起了阿兰的身份 暗示小叶 现在家族就开始安排阿兰的婚事了 这些让小叶 想起了花满满那天说的话语 她意识到 她和阿兰之间的事情 石老师发现她理解了 就准备回去了 小叶想着之前 花满满和阿兰的对话 觉得不像是和约会对象说的 她心里有好奇 也有担忧 花满满正在拒绝礼物的时候 她过去了 然后阿兰就找了一个借口离开了 让她留下来陪着花满满 她询问对方来这里做什么 小叶是来吃饭的 却让花满满觉得 似乎是在吃醋 小叶冒昧地 询问了花满满和阿兰之间的关系 她很尴尬 强调了两个人之间 只是朋友关系 对方表示自己问这些事 为了判断能不能收下手机壳 让花满满觉得她很无情 回去的路上 花满满一直没有说话 小叶觉得 有什么事情正在发生 因为之前阿兰要求她带男犯很奇怪 所以她问了阿兰会不会来 希望和对方聊聊 花满满不高兴地表示自己不知道 并且觉得 小叶惹她不开心了 小叶进一步询问 她表示 是因为之前询问婚约的事情 小叶以为是她觉得被冒犯了 这个让她更加生气了 然后就决定不接受道歉 因为她真正的原因是她喜欢小叶 小叶让她把自习室取消 两个人一起去讲清楚事情 花满满看她很诚恳的样子 就接受了 要求一起去喝奶茶 她询问了阿兰和时光的事情 但是花满满却表示 不会说他们的隐私 她觉得 小叶很关心他们 但是实际上并不是 她表示 时光告诉了她阿兰的事情 让花满满很惊讶 因为她以为是小叶自己知道的 她原本以为 小叶问她这个问题 是有别的想法 现在知道对方只是担心 然后花满满开始滔滔不绝地 解释了这件事情的全部 还解释了 为什么阿兰让自己带上男伴 觉得对方已经帮自己 想好了退路 这下子小叶意识到 时光和阿兰的关系 并且觉得 她擅长帮他人保管秘密 却管不住自己的事情 花满满直接承认了自己傻 她又提起了自己生气的事情 并且否认了小叶所说的原因 看着对方思考 就决定让她好好想想 她设身处地地思考了一下 想得很纠结 最终 她知道了 这是因为花满满喜欢她 所以不想被她误解 于是就道歉了 花满满很高兴 拒绝了再来一杯奶茶之后 两个人就离开了 小叶回想起她之前表白的话 觉得对方只是认为自己 长得好看而已 她在回去的路上 提起了别的好看的男生 却发现对方 没有任何的反应 然后又想起了 花满满 不管是对阿兰还是时光 都没有特殊的感觉 然后又想到了 这两个人长得很像 于是开始怀疑 他们是兄弟 尽管花满满口头上面 否认了 但是她的表情 却承认了这件事情 被揭穿之后 花满满只能强调 自己也是才的 被小叶一把抓住了手 点名她什么事情 都写在脸上 花满满突然脸红了 虽然很害羞 却没有移开自己的视线 这个让小叶很奇怪 在对方松开了手之后 花满满发现 她这是害羞了 于是询问对方 会对喜欢的人说什么 但是对方却表示 有希望之前 她什么也不会说 花满满却表示 她喜欢谁都是有希望的 她觉得 现在对方不能用 没有时间的理由拒绝了 她也不喜欢这种 不明不白的感觉 她希望可以得到 一个诚实的回答 但是对方认为 像她这样的人 是自己高攀不上的 她不觉得花满满很傻 只是因为她很高贵 用不上很多知识 尽管在童话里面 普通人可以和公主在一起 但是现实里面 是不一样的情况 花满满突然指着天空 她看到了仙女座和独角兽 但实际上 会和仙女座一起的 只有天马座 独角兽很暗 而且在另外的一片星空里面 她想要争辩 但是被对方直接否定了 小叶看着她 就要哭出来了 她不希望花满满 为自己而哭泣 就上前关心 她冷不冷 发现她的手很冷之后 握住了她 在被说了轻浮之后 小叶表示 对方不喜欢可以放开 但是花满满被她拉着 根本不能放开 她也跟对方说了一样的话 结果小叶不愿意放开 她觉得 要是放手了 就会失去她的仙女 看着眼前人的表情 小叶知道 她清楚了自己的回答 但是他们却依旧没有未来 因为金满堂 一定会阻拦他们 这些都是花满满没有想过的 于是她打断了对方的话语 告诉她 金满堂不会同意的 花满满觉得他们 可以先不管这么多 但是小叶要她现实一点 因为金满堂 可以非常轻松地拆散 他们两个 用各种各样的方法 但是这些在她的眼里 都是借口 因为两人甚至没有见面 金满堂也夸奖过她 小叶直接点明了 她被监视的事情 然后又改口保护 她害怕的不是人 而是力量 那股力量很强大 花满满不觉得可怕 只是因为 她被那股力量所保护 在被认可之前 她不敢靠近花满满 花满满 接受了她像以前一样的提议 但是依旧觉得很难过 她躲开了对方的手 互相告别之后 就转身离开了 这让小叶有一种 自己又拒绝她了的感觉 明明她是答应了的 她则是看着近处的情侣 觉得十分地羡慕 她也想要和对方那样 更加地亲密 发带男看到了小叶的手机壳 觉得很奇怪 质疑她的价格 她则表示 对方不懂 这是无价的 再发带男表示 这是免费的 不要钱 小叶听后很生气 让对方走开了 随后她听到了 花满满的脚步声 回头就看到了她 而就在这个时候 对方却转身就走 她意识到 花满满在故意绕道 为了躲开自己 食堂里面 在花满满要了一个菜之后 小叶要了一个一模一样的 然后她就跑到了点心区 要了一个最贵的 对方跟过去 但是并没有点 她跟着花满满一起 把东西带回宿舍吃 然后夸奖她的帽子很可爱 然后就被告知了 是辟邪用的黑猫 之后 花满满又明示了 她让自己难过了 小叶希望自己 可以做些什么事情来弥补 但是对方思考了一系列 关于金满堂的事情之后 最终还是表示没有 听到小叶希望一起晚自习 还要查看她的作业和笔记之后 她怀疑 对方是金满堂派来的 她还做出了一系列的推断 并且觉得自己的推理很有道理 这让对方犹豫 要不要等她冷静一点了 再来找她谈话 但是又害怕会继续被误会 留下希望她周末可以去学生会 却被告知有事 以为她是要去约会 但是她却很快否定了 并且解释了起来 留下觉得他们两个人的反应 都很有趣 花满满正想表示 自己可以周一来帮忙 却被打断了 小叶觉得 会长他们可以把事情做完 然后就拉着她离开了 小叶询问周末的事情 得知对方是要去送别阿兰之后 想要去接她 但是却被拒绝了 她觉得对方语气委婉 可能是需要的 但是花满满 却想着 她一路跟到宿舍很尴尬 她想要知道 花满满会不会告诉阿兰 他们交往的事情 因为这样 就可以向阿兰的父亲交差 但是对方却认为 他们两个没有在交往 她想要解释 却被告知对方 不想要一个有名无实的男朋友 于是她只能谈起了 两个人的成长环境 这些花满满都知道 但是她希望对方 能够主动做些什么 小叶表示了 她对于花满满的感情 并且想要通过 对于对方的帮助 来增加金满堂面前的好感 但是这些都太现实 而不浪漫 她于是开始绞尽脑汁 思考浪漫的事情 想了半天之后 她让花满满不要动 要伸手去赶走 她帽子上的蜜蜂 在这个过程中 她克制住了 自己想要做亲密举动的心思 并且琢磨 这样对方是否会开心 她最终克制住了冲动 把帽子戴在了花满满头上 然后就交代了 自己下午的安排 和晚自习的事情 走远了之后 她开始反思自己刚刚的想法 却冷静不下来 在发现美术馆 离公交站很远之后 她还是决定 陪着对方一起去 被她再一次问到 是否需要一起前往的时候 花满满表示 阿兰不让她带同伴 让她放心 因为有保镖在 叮嘱了她回来的时候 发信息之后 小叶便离开了 她不知道 自己和对方 现在到底是什么关系 小叶来到一家咖啡馆 买了一杯22元的咖啡 开始自习 她觉得黑咖啡非常难喝 和人生一样苦 花满满到了之后 才知道对方这次纸约了自己 听到阿兰 谈起她哥哥的事情之后 她犹豫着 要不要告诉对方 自己已经知道 时光身份的事情 但是最终没有说出口 阿兰悄悄告诉花满满 她的父亲要立遗嘱了 也就是说 她和她的姐姐 即将承担起父亲的责任 她觉得她的哥哥 不愿意回到家里 是因为 觉得她的话不怎么样 放弃了也没关系 而且 为了这种东西 回去一趟不值得 花满满想要安慰她 她却提到了结婚的事情 还询问对方 愿不愿意跟自己结婚 强调了自己有男朋友之后 花满满拒绝了她的请求 而且还强调了 两个人之间进展迅速 但是对方却不介意 因为她是唯一 不会让自己感到痛苦的人 小叶接到了花满满的消息 被要求打电话过去 告知对方 一件必须回学校的急事 她因为担心的关系 询问需不需要自己过去 对方表示自己没有危险 接受了她的提议 但是却没有告诉她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她来到了地点之后 却被告知不能进去 想要打电话 但是手机没有信号 门卫就请她离开这里 屋子里面的两个人 已经等了小叶很长时间 阿兰觉得 要么是花满满在撒谎 要么是小叶不敢来 但是都被她给否定了 她把手放在对方的肩膀上 询问自己 再早几天来 对方是不是就会考虑一下 但是花满满 却不想再说这个 因为他们两个 并不是互相喜欢的 她觉得 阿兰就算是为了家族结婚 也必须和喜欢的人结 毕竟 她值得真正的幸福 小叶回到咖啡馆之后 信号恢复了 但是依旧打不通 花满满的电话 她觉得 应该是信号屏蔽 只好跟时光求助 她表示自己跟花满满 被关在了阿兰的美术馆里面 但是没有把真实的情况 告诉时光 因为她无法判断 对方的立场 但是希望借助时光 进到美术馆里 时光答应过去 花满满觉得 只要自己一直拒绝 阿兰就不会对自己怎么样 而如果她去找了金满堂的话 对方也会找自己的父亲 这样事情 就闹大了 她不希望事情变成这样 阿兰讲起了她的母亲 和父亲两个人 克服千难万贤走在一起的故事 故事的最后 她的母亲因为适应不了豪门生活 郁郁而终 这些花满满也是知道的 她觉得 如果两人当时没有冲动 而是跟合适的人结婚的话 年轻时的恋人 依旧会是美好的回忆 对于她来说 这样更幸福 花满满明白她的暗示 但觉得轮不到她来说 时光到达之后 发现只有小叶一个人 然后就被告知了真实的情况 她打断了对方的话语之后 询问小叶有没有驾照 小叶有驾驶证 但没有带 时光要求 她把自己载到美术馆 然后在车里等着 她开始思考对方的用意 然后照做 阿兰强调 一切只是一个交易 只要花满满答应之后 就不会有任何麻烦 而且她也已经没有 任何人可以请求了 在这之后 她会用一切来补偿 并且他们两个的生活 不会发生任何变化 这些让花满满觉得 对方已经是一只小狐狸了 并且很奇怪 她为什么变成这样 这时 两人被告知时光来了 阿兰让人把她带过来 她觉得 对方应该会想见花满满 花满满有些担心 时光会怎么做 害怕她也成了狐狸 她询问小叶现在在哪里 并且得知了 时光就是她叫来的 她表示 要自己出去 并且标出了要出去的位置 对方要求她 跟着时光走 但是她却不愿意相信那个人 更何况 保镖也不听时光的 小叶好奇 里面发生了什么事情 并且最终答应了 花满满的请求 让她小心一点 然后她就开始扎头发 挂高跟鞋 扎裙子 做好了一系列准备工作 然后就通过各种攀爬 最终到达了窗户的外面 听到了时光的声音之后 她发现对方是个好人 不过她已经自己逃出来了 并且发现了围墙的位置 通过扔石子 吸引了小叶的注意力之后 她爬上了围墙 在被提醒摘掉尖锐物质后 跳到了对方的怀里 小叶询问她 接下来要做什么 花满满一方面害怕小叶误会 另一方面又觉得她会担心 很犹豫 要不要告诉她情况 被拉到了一个没有监控的地方之后 小叶把自己的衣服脱给她 然后让她穿鞋 帮她保存好项链之后 她壁东花满满 要求她说 怎么一回事 但是她却表示自己不愿意说 也不愿意撒谎 通过各种线索 小叶直接猜出来了真实的情况 还有对方的意图 花满满一边承认 一边觉得她很聪明 阿兰对于她的信任的利用 让小叶觉得非常不满 然后问她是不是不愿意 她承认了 为了不让里面的人听到 花满满被要求小声说话 小叶询问她拒绝的理由 对方表示自己有男朋友 还说了阿兰的反应 这个让小叶和花满满都觉得混账 阿兰是不可能瞒得过她爸爸的 她只是把花满满当作傻子爱欺骗 明明两人是朋友 看到她想哭 却找不到纸巾 小叶拉着自己的袖子 想要给她擦干净 她却直接扑到了对方的怀里 发现自己没有被躲开之后 就开始摩擦 因为她心情不好 小叶也没有介意 反而是摸着她的头 她拉住了对方的手 觉得对方值得所有的喜欢 而且一定会幸福 她想要进去骂阿兰 但是因为考虑了两家之间的关系之后 只好自己逃出来了 小叶没有夸奖她 只是觉得漂亮的花也应该场次 发现对方只听懂了漂亮之后 她就进一步地解释 花满满觉得她的意思 要像刺猬一样 她表示明天周日 因为不用上课的关系 她们有很多时间 可以用来回敬阿兰 小叶告诉了时光 她把花满满接走了 还表示 她们想回学校 对方不满 她们没有听话 又关心她们的住处 她知道她们 是在躲着阿兰 十分钟之前 她知道了 花满满翻墙逃走 要求阿兰道歉 阿兰接受了 但是认为 这一切是时光的逃避造成的 小叶说明 她们在满堂酒店 时光便放心了 因为那里是金满堂的企业 她提醒小叶 要开两间房 因为她还不能对花满满负责 小叶答应了 她从对方的语气里面 察觉了对花满满的关心 想到了花满满对阿兰的惩罚 又觉得她很可爱 因为花满满住进去 金满堂的酒店之后 金满堂就会知道 所以 小叶让她住进去 这样一方面可以保密 另一方面 可以让金满堂放心 而她则是准备回去学校 她觉得 现在花满满的样子 很容易让别人同情 而且不需要装 就已经很可怜了 花满满把一张房卡给她 表示自己 办理了两间顶楼的套房 还觉得很安全 但是她担心的 是钱的问题 而实际上 花满满已经考虑到了 并且想要她留下来 小叶询问监控的情况 工作人员告知了 可以在各自的房间里面 看到监控 花满满好奇 要是没有监控怎么办 对方告知 要换房间 因为这里是 国王保护公主的城堡 这个时候 阿兰又打电话过来了 她很着急 因为如果对方告状 她就会受到责骂 时光接起阿兰的电话 她表示自己 不知道他们的行踪 还让对方快点找到他们 不然的话 她会很为难 被工作人员送上去之后 花满满告知 小叶他们的化名 然后被要求早点休息 看到对方直接离开了之后 她有一些失落 开始思考这个夜晚 到底是漫长的 还是短暂的 小叶觉得这个房间很大 而且很浪费店 因为在酒店打工的经历 所以她才会用这里的大部分东西 她找到了洗衣服的东西 发现出风口不方便晾衣服之后 决定用浴室的干燥功能 然后拉畅连脱衣服 准备洗澡 这个时候门铃响了 服务生樱花满满的要求 给她送来了衣服 还表示是可以退的 小叶知道对方考虑了自己的想法 就收下了 她的笑容 让男服务生也觉得赏心悦目 收到了她的感谢短信之后 花满满觉得很高兴 想到了自己挑尺码的时候的艰难过程 她询问衣服是不是合身 看着这么多衣服 对方表示了肯定 花满满知道 接下来她会去洗澡 然后开始幻想 这算不算是一起洗澡 小叶准备泡澡 她进入浴缸里面 等着水放满 觉得非常舒服 然后把灯关掉了 又来开了窗帘 她觉得自己看到了花满满 眼中的风景 这个时候 收到了对方的视频请求 她围上浴巾之后出来 听了花满满 让她不要用浴巾挡着之后 直接换成了语音 就是不让对方看 花满满觉得她很小气 她则觉得 对方是色鬼 她提起了阿兰打电话的事情 担心她把手机静音之后 会接不到金满堂的电话 结果被告知金满堂 可以打酒店电话 让她觉得聊不下去了 于是就又问对方 能不能看到月亮 小叶刚刚想回答 当然不能 抬头却看到了月亮 只能回答也可以 花满满嘲笑她很笨 她直接承认了 并且询问对方 告诉阿兰的男朋友 是谁 这让对方觉得她真的很笨 因为不是她还能是谁 结果 在她清了清嗓子 把话说到一半的时候 手机没电关机了 她慌张地寻找充电器 害怕被对方误会了 而就在这个时候 门铃响了 她觉得可能是小叶 就是 妈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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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